阿彌陀佛少造業多念佛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各位同學大家 早安阿彌陀佛 我們到了那個林詹梅先生地政歌的尾聲 經過看網路上一些 比較排行Google搜尋結果排在前面的文章 我們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 大家的國文都在混 真正每個字給你清楚講明白了 Nothin No 一個都沒有 最多我們看到愛斯王裡頭好像有注釋像課本這樣 那尤其東南 所以這個變成我們的招牌了嘛 東南隨學第五封東南隨學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 他是 出自列子的一個典故 Google大聲查就有了 大家都不肯查 再來這個 今天要講的是代詞請助詞 那做一個Ending 本來上一節就可以Ending 反正不要扯那麼久了 而且我們時間都專心的來了解 因為今天要講這個很重要是為什麼呢 之前我們講過很多所以的所 剛好課程開始之前我們要複習一下什麼叫所以 看我的臉書裡頭就有 粉絲專頁 知其然 還要知其所以然 這裡的所以呢 怎麼讀 是為什麼 以是為 綠色對綠色 紫紅色對紫紅色 所以以可以是因可以是為 你就知道因為原來是同意負詞 因為所以 那所總之是一個代名詞 這是我們這裡的主題講代詞性負詞 為什麼講代詞性 因為跟代名詞性有關 那他這個很明顯的代名詞 那這種代名詞不定的或任意的代名詞 他不一定要代什麼 完全看上下文 所以我們為什麼九王神宮七星大法都有上下文 重要的 最大的頭目 上下文最大的頭目 上下文才是王道 什麼都說上下文約束 這之前都提過你看有誰會跟你這樣講原來知其然 我們知其還要說 所以然是這樣翻譯的 這樣注釋的 這樣講解 所以我們不用注釋 不用解說 不用講解 用縮解當成我們教材的名字 什麼都叫什麼縮解 什麼縮解 用意就在這裡 地震哥縮解 你說下載也是看到黨名都叫縮解 因為要提醒大家 一般我們知道解說我故意倒序從頭倒過來用 你知道說明要解釋清楚 不要只會學諸事翻譯 那回來我們這裡要講所以 所以然竟然是為什麼 那所以是什麼 白話常常在用 幾乎每天都要用上不到幾次 對不對 意就因 所就此 所以就因此 所以 文言文裡頭有一個詞會叫事理 或者事故 都是所以的意思 故就是 故是原因緣故 還是跟因緣 還是跟因緣 還是跟因有關 所以乙就是故這裡 事都是詞的意思 就是這 那詞是不是彼詞都代名詞性 所以所以其實要倒過來的就是因詞 那我們之前都講過這個所像我們說所愛所謂 這都很常用的 倒過來讀說愛的東西 說的東西 說的東西就是以為的東西 你會這樣說就這樣以為 所以為也有人說為的訓果上 為這個詞有等於以為的意思 沒錯 那可是他本來是稱謂嘛 就是說嘛 因為稱呼一個 說一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尤其是索有一個特性他倒過來的讀 那像這種以事事故也是倒過來的故事 那故事沒有 倒過來讀還是很陌生 以事倒過來讀還比較 熟悉 以就是陰 是就是 那這裡也一樣 當你了解了就 清楚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才是真懂 以前的國文教育完全都不講這一塊 你說應不應該拿 薪水照拿了 現在還做大師享有聖民民師了 自己看看 還沒死的自己皮皮疙瘩 死了你覺得他要不要受點 要不要繳回一些福利來 顏羅王一定現在正在審問吧 上帝也在審問 你博恩老師怎麼教 還有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 對不對 你怎麼誤人子弟的 文化怎麼傳承 你的文字怎麼傳 文學怎麼傳 好回來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就因為我們之前 看過一下他代名詞 代詞信誅指代什麼 原來 我們常講這些所 我們以前都說代名詞 我是沒想到我們文法沒那麼好 修辭也一樣 所以我 懂很少那種專有名詞什麼代詞 同學第一次學生第一次跟我講這個時候非常訝異 啊什麼 我真的沒聽過 只好找 你看不好意思拖了可能半個月還一個月 再真實來回答他這個問題 其實找的代詞信誅指 Google大神一樣跟剛剛東南水缺一樣 當然你用東南水缺 找Google大神找不到 我們有教過你怎麼找關鍵字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這個 我自己回去讀 這個 實境秀 好看第1個把它整理的不錯 所以應該蠻清楚 還是一個 先生 也是有年紀 工業設計 真的 你看人家學個理工 我們也是學理工 喔! 高中國文範圍 對啊 我問我學生也是高中國文有學啊 背一大堆這個 好像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們怎麼不會用呢 就是前面我們才分享那個 不要做一大堆史學問 國文的程度 不是你背了多少知識 就了不起 你看剛分享的這個 上一集 這一集是20世紀 國文程度不是去比誰知道多少 那是沒有會 沒什麼實質會的能力 我故意這個會 後來一直覺得這個字 我又不想光寫智慧就好 現在讀才發現 所以有時候是靈感 明明之中很難講 這會可以 寫生那個會 會不會嗎 那你真的有會的能力 自然你就真的會 所以我這裡可以 稍微改一下就是這個 沒有會的能力 沒有會的能力 那這多好 沒有什麼實質會的能力 會就是會的 當你會了之後你就好像很賢慧 很有智慧 你不會不會通 通著不通通著不通嗎 你不會通的時候 到處碰壁 到處卡卡卡印梗梗 難怪說梗梗以外 雖然那個兩個梗是不一樣的字 如梗再吼受不了 我們在直播間 朋友有來按讚 應該已經離開 沒有這個上一集的 現在我們是56 反而直播他不理 隨便 那這個 現在怎麼這裡 這個是我自己在看 當然就 才覺得有一個人在看 因為我是用手機直播嘛 分享到臉書 所以不要 背一大堆 知識 真的碰到你看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代詞性助詞 可是 我們就是會用 對不對 你看 你們既然高中同學都拿到高中文憑了 學過代詞性助詞 為什麼 我考你 所以然的所 什麼意思 講不出來 翻不出來 可見你這個代詞性助詞是學假的 沒有好嗎 那我們從哪裡開始 其實維基百科也可以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助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通常助詞我停留的知識階段是與助詞 他是無異的 可是很明顯的所愛所他並不是完全無異的 所以他只好加個代詞性 他還是有代詞性 變成兩個詞性的混合物 合體 混血 就跑出這種怪力亂神的東西 那這都是文法學家自己搞出來的名堂 那你也不能怪他因為他要做一個學問他要把這種現象取個名字 就好像我叫孫守正嘛 你叫什麼 有個名字之後好叫 像現在 我知道有這種叫代詞性助詞之後 之後以後用代詞性助詞 告訴各位就不要講說他是代名詞 這樣就可以跟別的代名詞 像 剛剛講的詞啊 筆對不對 索就是詞 可是跟索的用 詞 這裡的用法有時候不同 詞有時候不是倒裝的嘛 索這種是特殊的 這樣就有一個區分啊 有一個名詞去 標明著名 稱呼那個你要表達的現象 想要討論的 這個對象 更方便 只是在這裡 可是你看一般 我敢說啦 有很多國文老師他也沒有真懂 反正要教這個好像這是教學範圍 他就 趕鴨子上下 趕鴨子上下就跑來教了 說難聽 你自己悶心的上帝審判面前 到時候真相到大白 學生也在你面前 你當時教的時候自己到底有沒有真的弄懂 你 平常不為人知的心虛到時候都 天之地之你自我 到時候是變成全宇宙之鬥 我們講過宇宙始終 宇宙真相 怎麼辦 為什麼要這樣自欺欺人呢 寧願賺了這些薪水之後 課餘時間 像我們這樣課餘時間來錄這個史進修 自己進修都好跑去玩 跑去全家裡遊跑去親子 對不對 親子倫理這個當然很重要 可是你別忘了你還有專業要對別人的 孩子負責任的地方 教育是難關心事業 看有多少老師子把他當個職業在那鬼混 你試試看 問題你把他當鬼混 你影響的人卻不鬼混 影響多大影響面多深 一個你的學生再去影響別人 那就沒完美了 好我們就照這個吧 他既然可以排在第一名 我們就 照這來讀 那這個的話可能要下載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 然後 我們大概看第1頁的大概就好 那7是一個必考虛制 邱德老師 文教學壇 慈性判斷 對不起我講一句話也許我是不對的 我只是個人感感 我覺得這些都有點走偏風 就好像以前科舉時代總是有那些講義嘛 高頭講義 那你怎麼樣 考那個什麼 那個 科舉可以考上 走捷徑 有時候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言 他學習有時候也是有幫助的 幫助你數計啊 是沒錯 可是真正有弄懂嗎 就好像你看我們雖然不知道代詞性質詢是什麼 也許搞高中國文還不及格 可是你看 你在拿那個國文來給我讀 我讀得懂你讀不懂 我不敢說我們 不敢說什麼都讀的 像你給我拿上書的篇目來給我讀 實際的 實際看懂應該記憶力會比較大 可是有時候畢竟有些 涉及到專業知識 尊有名詞什麼典故的可能還是會幹不懂 可一般的文言文描述 序述應該都ok 閒話前年 開場白到此 我們就從這邊嘛 那這個的話可以放大的話不會變形我們就放大 來看 先感謝這位先生 大家都用畫名所以我們要感謝無從 應該這樣可以 高中了哈 我們是大概一國一文 你看 他給他定義是說本來就是註詞 他主要還是註詞性 通常中文文法 構詞也是嘛 主要是這個前面是修飾 像我爸主體是爸爸 前面是修飾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 是這樣 但有代詞的作用 所以他其實既然有他的作用其實就代詞性 可他又全然 不全然是代詞 可是 這未必是我們等一下看他舉的例子 我們講說所說我們之前講就是把 把他當代名詞來讀也對啊為什麼一定是註詞 註詞 第一個 第一個他也沒先釐清所以我要看一下註詞的定義到底 註就幫助 幫助什麼表達句子 或者文法完成 完整或者句語表 一定是這個文藝 語言為了是表意嘛 表意才是王道嘛 你意思要能夠正確表達不會有偏差其 分歧其意 這應該是輔助性 像助動詞要幫助動詞 要助 助詞都是第一個是次 有點像副總統的副副詞 都副屬次要不是必然 需要這個 可是有時候又常常出現他這個要怎麼辦他又不是單純的一些 主題性的這個詞性 名詞動詞 形容詞 這種 所以才給他一個地位是代詞性助詞 代名詞又是名詞下面的一種 代詞性助詞你可以說他是代名詞下面的又一種 他可以歸在助詞或者代名詞 我覺得在中國的古文 你看 這就是 第一句就可以抨擊了 古文才有嗎 我們剛剛講的所謂所謂 實不相瞞 尤其我們後來舉的例子 我跟我那個同學講也是實不相瞞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打個香 他就有歸在助詞 後來有雙方變成單方 有事相反 實不相瞞 實不相瞞白話在用 其實他是文也沒錯 你要說他是古文也對 可是抱歉我們白話也在用 生活都在用口語都可以用 用字我們前面才說不要 太武斷 非常謹慎 這就是都沒有受過邏輯或語言詮系列 就是刻板印象這是古文才有的 古文才有 你就不要被我抓到 抓到一次罰不要罰多10塊就好 我就賺死 生活的處處皆是 我講的處處不是這個處處而已 處其道的地方各處 地方的處 總之是中國文字就好了 中國語文中 或者漢語中 因為又來囉 中國不一定只有中國在用 日本也會用 韓國也會用 他們用的漢文 還是我們這些字 甚至文法 像相見所等字 讓他放在一個動詞的前面詞 對 他有一個特徵就是後面是動詞 所愛所謂是不是後面是動詞 相瞞相反 只要他出現在動詞前面 見怪見笑 就要注意 那你也可以說 從文法角度也可以說 他是助動詞幫助後面的動詞表達意思 對不對 要怎麼說 可是助動詞 你也是說他是助詞的一類 所以叫助動詞 幫助動詞表意 有時是無意義的 對有時是無意義的 而那個動詞所表現出來的動作 只是單方面 而非雙向的 而且 你看這個根本就是 似懂非懂才講得出這種話 什麼叫非雙向 只有碰到相才有這個問題 賤和索 哪有什麼單相雙向的問題 相因為一般都是互相 他第一個義是互相的意思 後來才變成互相變成單相 其實相 我覺得原來是單相 因為他原來是面相 容貌 他為什麼從目眼睛 原來是講一個人的蒙貌 可是容貌為什麼跟木 木頭的木有關 一個人容貌一定是單相 怎麼會雙相 後來才 隱身為雙向 然後 可能因為他本來就有單相 所以 用作代詞 心自主也是理所當來 那我們現在一般熟悉的相又互相 這個意思反而變成我們最熟悉的意思 以為他一定是雙向 反而倒過來 原來是神事 為什麼神事要跟木頭有關也沒講 你看 他引易經是說為什麼跟木頭有關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所以地表上可以觀的東西 對不對 你看會折就知道 莫可觀於木 魚就是超過魚的 比較級的魚的意思 沒有可觀於木的 他是說地表可觀的 沒有 比 木 可以倒數窮讀先讀這個魚 這裡又翻成比 比較級 比木還更可觀的 所以木是更可觀什麼意思 因為木除了地形不一樣的話 地表長出來的東西當然數目是最高最大 可能是這個意思 以前樓房也沒有數目大 如果長得很高大的數目 尤其更遠古的時候可能更沒有樓房 因為招之初不像後來可能還有兩樓三樓這種 所以更有樓居最重要 招之初先秦兩旱之前的話可能 能夠二樓 就不得了 一般樹可能 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是眼睛 代表人 人在樹木上 眺望遠方 對不對 或透過樹木去觀察 窺視 對不對 有時候打仗的時候 我怎樣會躲人的時候 都會躲到 所以他原來也是看嘛 看也是翻向不會互相看 後來才表示互相 那本來就單鄉他用在代詞性路詞變成單鄉 那也是 很 當然的 沒什麼 而且如果你試著去翻譯 這個動詞 他的後面 按你說 你看試著去翻譯 腦袋就脫不了 脫離不了翻譯這個魔獸 這就是武士運動以來可惡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看喔 武士運動以來 白化文運動以來絕對沒有這個東西 你看古文哪一個人在搞翻譯 一開始推行白化文運動國民教育之後 這只有兩套 注釋和翻譯 我就不知道這些老學就要帶 為什麼不把每個字 甚至文法講清楚 這可以合理懷疑他們是不是真懂 你真懂怎麼會講不清楚 丟個注釋翻譯來 唐色 國文教學呢 太過分了 太混了 太不負責任了 還做國學大師 都不會覺得更小 丟臉 丟人陷入 這個動詞後面按理說應該有個代名詞 相當於英文授詞的角色 對啊 原來後面應該相愛愛的人嘛 可是你為什麼沒想到可以倒過來讀啊 他就以為中文一定是順的讀 那道莊句怎麼辦 唯利是圖 讀不通啊 什麼叫 只有利 圖 當然要讀成唯圖利 或者唯是圖利 或唯圖是利都可以 總是圖和利要顛倒 道莊大家都會 像批語一樣幾乎是修辭學的 基礎程度的都會 你看 這就是這種 文法老師或文法專家 他就從這個面向 我們是不是講過 不要死在一點上 我們批評人家的同時你要注意一點 我沒有說我就比較厲害或完整 因為我可以看到他沒看到 一樣他也會看到我沒看到 但我們大家都會卡陰 所以才一直提醒我們有這個方法 要提醒我們不要死在一點上 對不對 然後 你看我們從來我們最多批評人家講自己 我們都不敢說我們答案絕對對 都是在比較中 覺得比他對嘛 常用了一句話不怕 不釋惑 釋惑就是真的知道真理 最正的答案 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們不敢說我們釋惑 可是一比惑 比較之後我們知道我們答案絕對比人家好 是這樣 不敢說我們就絕對對的答案 從來沒有 可是你看他大家都好像 一直要找一個 標準答案 一直要找一個絕對對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有這個迷思嘛 你看他就是這樣看 後面應該有可能省略 他為什麼不想到 沒有省略啊只是倒序 所以你看多好我們九王神功 沒有省略啊他只倒序重組嘛 你看這兩個方法放在一起 你只想到省略 那你沒想到其實他這道具 倒過來讀就不用省略啦 一樣可以啊 你看相見所 至於動詞之前 這都是至於動詞之前 有相互利益變成單相 這個就像我們剛剛講嘛 那其他哪有什麼單相遺憾 對不對 這是變成被動 可是實不相瞞 實不瞞你不是被動 是瞞對方對不對 不要相害不要害我 這時候是被動 我被害 不要相害 對不對 不要害我 所以這個相是可以主動被動 可是一定是單相 他主要是區別 那個原來我們那個相 相愛 相親相愛的相似 這個是副詞 說明動詞是雙向 對不對 這時候相親相愛 你看我們剛剛查 對嘛他是副詞 彼此 修飾動詞是雙向 那 你看 我說難聽一點 這文法不單就要在那定 我說這種是副詞也可以 他也是說明 這時候說明 就動詞是單相的嘛 喔 說是雙向的就是修飾 說明單相的就不能是修飾嗎 就一定要變助詞 代詞姓助詞 是不是 文法的隨你 名字是人取的 重要是現象嘛 到底是什麼 那講的是一件事情 只是取的名字不一樣 就好像 不可 書我們中文叫書 英文叫不可 名字不一樣 東西還不是一樣 是不是 語言以人生都在講的一些 所以一定要去受 既然 語言和文字你逃不了 一定要 即使你對語言學沒興趣 我也沒興趣啊 以前要不是被老師這樣指點 去接觸才知道真有用真實有真必 必須 你們不聽話就算 活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只有兩個 這種 語言學思想方法邏輯比你學 第一外語 第二外語都重要 對啊 現在都走偏了舌本珠 學外語重要 只要學原理都不管他 一般話就學皮毛不學骨髓 不學靈魂 要肉體得到你的人 學語言嘛 去學外語 得到他的人 不要得到他的靈魂 不要得到他的心 一樣的道理 有事動作有一方 有事相反實不相反 怎麼翻譯 都不講 稍微翻譯一下嘛 例如有事相反就是有事 來 來煩你 來 又來了 天之我還原 你看有沒有 你看我們九陽神功重不重要 你自己說 那我為什麼有這個 碰到就補 你看最後一個補進去的 來 常常會省略來嘛 這才是他剛剛要講的 有時候省略了 對不對 真正省略的反而 不講 這個不是真正省略 因為還有 另向的思考 那 這個來是一定省略 除非要有別的解釋 有事相反 對不對 有事來麻煩 來 你不說是省略 還有那種道序重組 怎麼樣 一定是省略啊 那這個不一定是整個道序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省略 有事來 煩你啊 這個相 他為什麼 所以你看這個很好玩 他說應該後面 像 應該像英文一樣有受詞 那受詞不就代詞才能做受詞 名詞才能做受詞 他哪有省略 所以他才叫代詞性嘛 他本身就代詞嘛 所以我們前面都講他是代詞代名詞 有事來煩你 對不對 實不相瞞 實在 不 瞞 你為什麼老是會有這個 可能碰到他這個箭頭範圍 實在不瞞你嘛 這個 相 然後沉蒙相邀 沉蒙邀請我 你看我們剛才說 請勿相害 相是我 對不對 沉蒙邀我 天涯我獨行 不必相送 不必送我 相邀就是邀我 對不對 所以相不就是我嗎 倒過來獨 他自己都知道這樣 卻沒發現自己這裡 講得不完整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轉貼了還是自己原創 對不對 這一樣我們要 錄到這裡 尊重人家版權嘛 討論代詞性 助詞的問題 我這個肯定要弄一下 不過那個 使勁秀那個喇叭 那個麥克風口 會錄到那個 電風站 風吹 前面麗爭跟我講 耳邊彷彿 波濤聲 引雷鳴 又是波濤風 雞 搞不清楚怎麼會有那個雜音 好 代詞性助詞 因為我們本課有相親所以這是互相的 相顧 人人成土的互相看 相心告 互相 所以他都是 可是照這位先生講的這個只有單相的才能算代詞性助詞 我問同學因為那時候我不懂 他們都說是雙相的也可以算代詞性助詞 我是覺得雙相應該也可以嘛 雙相互相還是有代詞的感覺 這是不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你要說他是 副詞也對呀 要說他是代名詞也都對呀 哪有說一定是限制什麼 就看你文法學家怎麼定義 所以在邏輯討論你為什麼要先把你定義定義好 然後 最後這個鄉代詞性助詞 這個我們一樣在這好參考資料 極平易 然後這裡來個代詞性助詞 然後這裡來個代詞性助詞 再次性住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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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就寧 主公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我對你的尊從 顯情就讓你覺得在大家眼中是變得很顯目了 就是你要讓貝很推崇尊重 所代表所表代詞 你我他都有 他是說這個象所 你看這個所也是代詞性住詞 他現在又討論所 所表的代詞你我他 所以他說這個象可以表的代詞你我他都有 來到這個所那麼多 我剛剛也講了可以表的代詞 因為這時候他已經不是代詞性住詞的代詞性 我們前面都討論的過一個 我們實際就談那個太多了 好幾集很用心細節的談 不可能再講了 累了你自己看也我也不知道從哪裡 可能我們都有時間走你就找那堂課 他第一個是先做代名詞用 後來後面因為不需要代名詞嘛 對不對 他已經講出這個對象代詞 所以這變退位變成形容詞用 那形容詞再退位變成強調要法 我所在的地方 那其實就我在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要加個所他要強調 我所在不是別人在 所以所變成一個所有權 宣誓主權強調的 那變成什麼 副詞啊 或者我們說助詞 幫助語意表達 我形容那個強調的功能的話 就當副詞來解讀也可以 因為副詞修詞用 所以他這裡還是形容詞性 就是所表就是表的代詞 代表的代詞 就是相那個是代表的代詞 可以代表你或我或是他都可以 就是不限定的 見自於動詞之前有被動的遺憾 表示主題對所涉及的對象 我講的很抽象 以前我 我跟大家老實知道 我以前就是文法很羞恥 還有聲韻這三項最爛 這三項專業 最沒法 最怕 什麼東西都這樣 你越不懂 越害怕 可是你為什麼不懂 有時候是 我們一切都會怪自己的程度和知識 我現在才發現老師的問題很嚴重 你老師根本就沒有震動 所以把這些都當專業知識 照念給我們聽 你自己不懂 你就沒辦法消化用懂的語言表達出來 我們就是填鴉式教學 我們也就造詞 你不懂 我們也不懂 越不懂就越害怕 像那個生意學 我以前超怕 根本幾乎也聽不懂 腰背了一大堆 可是你看我現在懂事 那到九陽神中裡頭一個重要方法 生意變化的關係 常常用到 那麼深入淺出 這才是真活學問 你背那麼多專業嚇人而已 人家如果對你那個沒興趣 知識又差 程度又差 把人嚇跑 我們專業對國文很有興趣的人 都會這樣 何況是沒興趣 前面講話不是說這種話 是真的是這樣 你這些想大名拿薪水的 也不太贖罪 你今天只要自己覺得虛 像有時候都會講 像我聽那個法師講經也是 我們都有時候自己都覺得虛 虛就不能講嘛 或者虛你就要說我這裡我也不知道 不知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丟臉 那誰知道誰 人厚你來講啊 對吧我不知道嘛 不要不知道裝作知道 不知道拿人家來講 也不是自己知道照搬 那你也說這裡我不知道啊 以前人這樣解釋 這樣也好啊 就是每個都假狗 不會還假狗 傳統教學的問題出在這 像我今天早上才聽到 駿空老闆這又提到 你們深入嘗試就讀書前面洗衣之言 沒錯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那時候我們祖先先前 他們第一個讀書的人少 可能都有一定的資質天賦 領悟力 再來以前可能環境單純人性比較定 不像現在洗火車或怎樣種種 好先不管怎樣 可是有一點我覺得也有很有關係 以前我們中國人都不喜歡 像我也是讀了西方哲學 確實啊 你看哲學史或者東西方 文化比較你知道中國人 印度人講究的是整體性的領悟 什麼天然合一的 西方人講的是分析哲學 所以科學為什麼會在西方發現 東方沒有持續發展 有些人找藉口說諸葛亮後門 以前有祖先把他剖掉 剖掉了你後人還是可以發明嗎 因為我們中國人思維 本來就是比較著重是整體的領悟力 至於這個分析的像我們講解國文這樣 每個字每個字把它徹底弄清楚 變成大家習慣 不用知道大體的就好 這有好有壞 可是你極端的講知道大體就好 可是你看到現在就出問題 以前都是一些精英才去讀書 不會讀書就做事了 現在教育普及了 你還拿這一套教 所以魂腦袋那麼多 然後每個人都是博 甚至博士都在大學文明大學生 王八蛋那麼多 魂腦袋那麼多 魂蛋那麼多 為什麼 腦袋魂的嘛 我講的都科學人不是罵人啊 就教育出問題了 你還拿以前那一套受教的人很少 都是精英才會去讀書的那一套來教 怎麼行呢 當然要把每個人 給他弄得清楚說我明明不來 大家才不會變混蛋王八蛋嘛 這樣不但人的語文程度變好了 你語文強了 你能夠讀的書 領悟的道理也多了 你人就會學得謙卑 你懂得多 像蘇格達也能不能很自然 他不裝模之後要人的修養 所以他要說我無恥 不是啊 當你懂得多 甚至好我好 知道得好少 需要學得很多 你看現在很多少 都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覺得 原來知識 讀書也不過這樣 背背答案知道 這樣就玩啊 當你知道還有聲音變化的關係 你看現在本土話也是 可是很妙 像我今天早上 稍早跟大家分享 你看沙小 那俗仔就一大堆嘛 正好 你看這些真的去研究台語的 那你說這些愛台灣的有幾個真懂 你看這些真的去研究嘛 這我們也佩服 對 可是他們你看 台語不是瞧不起人 中文的本質都保留了 那俗仔有人說是素質很好 因為古文就有素質嘛 結果現在變文言文了 台語還是白話 俗仔俗仔其實就素質 很可能就說啊 所以史記裡頭說素質成名嗎 那個史書裡頭常有這個 台灣話幫我們保留 唉 當你懂這些 你還敢說你什麼都知道了嗎 你看沙小 沙小怎麼寫都不知道 自己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當你懂到沙小 原來不是我以為的是那個 只會寫那個火星文 原住英文對不對 對啊 原來是這樣 然後你還會去查小什麼意思 這原來國語現在不念小 念收嘛 那為什麼現在念收不念小 四行結構聲音變化的關係嗎 你看我們不是 對不對 一三招自行結構間音異 你才知道學問大得很啊 不是有句說啊 也知道平凡中間偉大 不是在那中 就像我們修行學佛一樣嗎 說什麼叫莊嚴啊 白雲老才師常會講 莊嚴就是莊魔咒漾在那裡 放了很多花這種莊嚴 莊嚴是你自己 有人格修養 那個涵養 自然的流落 莊魔咒漾漾 穿得很漂亮叫莊嚴 莊嚴 木猴而冠嘛 衣冠禽獸而已嘛 穿得很得體 對不對 內在有那個料嗎 金玉其外 有金玉其中 還是敗絮其中 啊 就是這樣整個都 不是嗎 都是這樣整個都歪了嘛 所以才會越歪 越走越看人家說 有句俗話也差這毫離十字千里 為什麼會這樣就知道 所以我才上一集還是什麼時候 我不是講 不是我們知道 尤其哪一天會說 這個孫首真 或者誰知道我們這種教國文的 才真正是現代 真正進入現代國文教育之復 因為以前是拿那個老舊 要注釋翻譯 因為突然 以前早先哪有翻譯 都是私俗裡頭 大家叫你背這樣 你臉目就會了 誰需要還要靠住 最多有住 有住宿這些 沒有人翻譯 其實 古書裡頭 住宿裡頭 有時候是有類似翻譯那樣 可是他們不會執著在 要翻譯這種 不像現在人 動不動就要翻譯 會有這種習性 你說誰帶出來 誰教了 不就是五次運動以來 那些大事 搞的國文教學搞了嗎 你回到早先 有人出來 讀書人出來說 你給我這一句的翻譯 你看那個現在網路上 知識 其謀知識家這一種 有多少人就問這種問題 有些人會教學校作業 你坐時光機回去 看以前讀書人 會不會問這個 他最多會叫老師講解 這個是什麼意思 誰會要翻譯呢 怎麼會有這種頭腦 不就被這些人帶壞 你連字句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所以以前有住宿嘛 沒錯啊 怎麼會直接要翻譯 住宿你看民國以來 還是那個老派住宿 要住的不住 要住的才住 然後有些 明明我也看不懂 他也不住 那到底是他知不知道 他也不講 老師也不講 到底誰知道 你看我們前面地震哥 看人家不都是這樣 所以不是誹謗人 事實擺在眼前嗎 我看了多少篇 謝謝你們成全我們嘛 我們才對這個結論嘛 不是我們逼門召集 自己這樣 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 愤天尤人 看到這種現象 就是趨怨馬上要過端午前 能不憂心嗎 或是環中悔氣 華府沒名 眾人皆罪我獨行 難道不是嗎 是我們自己臉上 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臉上自己貼金嗎 表示主體對所涉及的對象如何 是沒錯 這個要耐心讀 一般人誰有耐心讀 看得懂你要講 他的意思是 有被動的意思才見 見諒就像 表示主體對所涉及的對象如何 主體就是講話的主體 也不講清楚 講話對所涉及 語言文字 他不就是講話和被接聽者嗎 聽話的 寫字和讀文章的嗎 你這樣不就清楚涉及什麼 涉及人家想到事情 誰會想到語言文字呢 你這樣講清楚說話的人跟聽話的人 寫文字的人和讀文章的人不就好了嗎 如信而見用 這是寫文字的人主體 讀文字的人涉及 就是被涉及 信而見用 是不是用我 用的主人 涉及的是誰 你用我 我主體 我講話主體 用我 這個信是誰信 當然我僥幸我幸運 幸運而能夠怎樣 因為他僥幸我僥幸我幸運 這是動詞 當動詞用 我很僥幸我很幸運 而且你要為什麼能夠壓制 當然你這也可以讀成不是動詞 副詞修詞 而變成一個語述詞而已 連接的而已 不是連接詞 語述一個與詞的連接 信見用 也可以嗎 你拿掉耳 很慶幸 被你用 對不對 用的主人是你用 被用 所以有人說這個見可以翻被 也對啦 可是他文法其實很慶幸 你用就是用字 我就是見字 別忘了你用 那用為什麼可以讀成你用 是不是省略主持 新年快樂誰快樂 主持上省略 銀漢條條暗渡 誰暗渡 請 那個 仙雲弄曉飛心暗渡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看 也是在自己 那最近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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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他這開握了會很忙 那我也 不管 這個 我寫的程式 我們只有看內宏而已 銀漢條條暗渡 對不對 其實倒序讀成暗渡條條銀漢 剛好找過來讀 暗渡先讀 再渡條條再銀 那誰暗渡 當然主持往前草 不會銀漢自己 渡自己 就是什麼 前面當然就是只有兩個主持 飛心和仙雲 對不對 飛心和仙雲 可以暗渡 再遠的銀漢也渡得過去 沒錯 那他相對於牛郎姓和子女 相對於飛心就是不會飛的心 不會飛當然銀漢那麼寬廣 就渡不過去銀河 那仙雲在 雲朵在天空飄 你也看得到他可以飄過銀河 這個沒問題嘛 那為什麼說弄巧 其實弄巧就是傳恨 一般人都沒注意這個 我之前可能也沒有 就覺得雲朵擺出的姿勢很美啊 怎麼樣呢 扯一大堆其實弄相對位置有相關之一 是不是第六招 相對位置相關之一 弄巧就是傳恨 為什麼說弄巧 因為你看平常 好像被銀漢隔開的兩人 可是卻可以藉由這種巧妙的方式 用雲朵或者飛心來傳達彼此的心意 心意就恨 不能相見的遺憾 恨不要覺得仇恨啊 恨通常在古文的時候 就可以讀成遺憾的憾 反而遺憾的憾在古文常讀成 我們現在仇恨的憾 剛好意思倒過來的 如果你今天他寫恨 遺憾的憾的話 你反而通常是要讀成恨 現在白話仇恨的憾 所以他是遺憾 遺憾 就是不能相見的遺憾 難過 憂愁思念 那這是不是很巧 弄巧就是我們說裝神弄鬼弄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寫裝神弄鬼 應該沒有 弄巧 弄巧成爪 那時候是想到弄巧成爪 我就記得那時候不是想 可是其實就是裝神弄鬼的弄 今天可以補充 補充 2019 補充 裝神弄鬼的中 不好意思 回來了我這裡就沒問題了 因為他可能 那個VB也不合 所以你們下載 在你電腦可能會出現那個問題 你就不要管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 或者你另外層層不含聚集的Word檔也可以 看他會不會記下我剛剛儲存的路徑 定位 沒有他是記上一次 那個弄巧 也可以 對嗎 這裡只有一個那個連結 這樣以後一點可以快速掉了 再補充弄是單字想復詞 不是說動 裝神弄鬼 是不是 因為他很神奇嗎 因為所以對不對 就這樣看 在拼 再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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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恨要遺憾、憂憂、愁 不要以為是那個恨 所以叫巧,所以叫弄巧 弄巧就是傳恨 很巧妙的傳達了彼此的相思之情 不是在那擺那種什麼姿勢 我之前也是這樣 這叫果恩程度 前面講的那個會 你真的會了嗎 你真的會就真的有這個智慧 感覺真的程度 其實都不一樣 這也不好 透過仙雲和非心這樣來傳達彼此的恨 是很巧妙 神不知鬼不全 這才是弄巧的意思 是不是 對不對 好像在處罰 所以你看你讀的通 越讀越通 哇很有道理 自己比比看孫老師講的對 還是別人講的 一個通全都通 所以他才用弄巧 你看這個 你才讀出 哦弄巧 那麽好像很鬥趣很頑皮 所以 頑皮 有一個詞叫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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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不是很巧慧 原來是不是很巧慧 表哥原理 原來根本都想不到這些是有關聯的 是不是都是表哥原理 是不是都是表哥原理 怎麼會這個沒有 這是我自己的電腦怎麼會沒有 這是我自己的電腦怎麼會沒有 你用作弄 然後 然後 啊 巧 巧 巧慧 巧思的巧 這就是所謂的表哥原理 這就是所謂的表哥原理 好 連成一氣 這弄一下好像弄巧 我覺得這有點俏皮 頑皮俏皮 弄得神不知鬼不覺嗎 神鬼不就天神嗎 天公嗎 對不對 就好像做那種天公 不要以為銀河就可以把我隔住 我還是有辦法度過條條的銀漢 對不對 你用再遠的也隔不住我們兩個人的情感 哇 你看 這兩句 鮮嚴弄巧 非心殘分 銀漢條條漢 三句話 完全活起來 而且非常的豐滿 活靈活現 好像以前這樣一知半解 似懂非懂 我今天這節課之前本來想要把 胡適之先生的詞先找出來 你看看人家怎麼住 講都不講 那我們前面 看過那個劉易生先生主編那一套有沒有 對啊 銀漢條條暗渡 變成 誰在弄巧 對不對 誰在那個暗渡 變成牛郎之女在暗渡 根本就不對 看有沒有錯 在彼此被稀釋 是牛郎之女 只能透過這樣來傳達彼此的恨 是很巧妙 神不罪也鬼不覺得 好像在捉弄處罰他們的天公一樣 所以 弄巧二字不但有巧思巧慧 先去弄巧 而且好像還有點 而且還好像還 而且好像還帶著點 鬥去頑皮的意境 鬥去頑皮俏皮的會寫 你看那個誰分析得出來 這叫分析之後欣賞 你看那個分析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聊過 西方哲學西方的 他學術 他的智慧就比較長 也這種分析上 中國印度就喜歡這樣 隆隆統統 其實印度不會像他們有英靈學 尤其中國 你看明家莫子 明家 所以我王正元老師 我恩師 他就一直想要恢復 強調 墨家和明家後來推 像孔子有畢也正名呼 後來都不變主流了 明家這個和墨家 那時候有注意這個 後來也慢慢 被打入冷宮 不被忠實 所以中國學術常常這樣 所以才會發展 後來胡思之謙批評 東鴻先生差不多 就是這樣民族性 就這樣養成 當你會這樣的時候 還會有這種民族性嗎 所以我才說 這才是紀念武士最好的方式 這才能真正救國 這才是比武士更值得後人留意紀念的救國證明新聞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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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混 誤導人民 誤人子弟 你看我低卡上面也有人批評我誤人子弟啊 我只能阿彌陀佛 以後 要為你的言語負責 我真希望我 你講的是真的 我是誤人子弟 只要不是是 反而不是我的這種是誤人子弟 你看你怎麼辦 你就慢慢藏你的業 反正大家都會成佛嘛 你看釋迦牟那一活以前也很可惡 竟然跟人家比摔角 還故意把人家折死 多惡劣這種事我們都做不出來 人家還不成佛了 現在為我們的本師如此敬仰 人再可惡連阿瑟世王都可惡 其實那個提伯達都還不都 沒有真正可惡的人啊 他只是迷了 沒辦法 我們慈悲只能這樣啊希望你 對啊 就好像鏡匡老法是對他誹謗他 或是侮辱他害他的 幫他立長生 反而減輕他一些罪業 萬一他要受爆的時候 就像提伯達多 你看去地獄聽說還在想天堂 有什麼事 因為他成就了釋迦牟尼佛嘛 他最後也懺悔啊 功德無量啊真的是 然後你看不要講什麼 我們現在提到提伯達 就好像 其實我覺得鏡匡老法是會跟人家談那個 有跟提伯達過 跟釋迦牟尼佛的故事有關 談論岳飛和勤快 他說勤快的也是民族英雄啊 他視線都不能像他這樣 提伯達多也是 各位像剛剛我提到這位學生菩薩也一樣 你說我誤人子弟到底誰誤人子弟 到底誰誤人子弟 所以弄巧兒子不但 有巧思巧惠的遺憾 而且好像還帶著點 而且好像還帶著點 都去彎皮俏皮的 而且好像還是有點 還帶有著點 帶有著點就可以了 我又想保留帶又想保留有 你看就這樣斟酌之心 這一個我要拍下來貼到那個 這一個我要拍下來貼到那個 而且好像還帶 有著點都去彎皮俏皮的 會寫意境 表哥原理 什麼叫表哥原理 弄桌橋 會 我們這個桌桌弄 裝神弄鬼 弄神弄鬼 怎麼會變裝神弄鬼 弄桌弄裝神弄鬼 看似巧惠巧思 這些看似無關的諸字詞 現在都有了 血賣氣血淋氣 這個這些喔 我要給他放到虐血面 因為虐不常用 這些看似無關的諸字詞 這是 這強調豪無關連 這些看似毫無關 這些看似毫無關 看似毫無關連的諸字詞 現在都成 現在都有了血脈氣息的連戲了 通氣的連 通成一次連成一起了 表哥圓女 這就叫表哥圓女 這就叫做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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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路上不認識表哥過年回老家彈下才 喔原來 喔原來那是阿姨的兒子阿的港海 原來就覺得不相關的 原來就覺得不相關的 講到那裡走到那裡講那裡 總是都是國文學問 紮紮實實 不是只是為了 是 像我Facebook阿 Line我都要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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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批準中 是 他該不會有 Bug 反正把我本來的 踢出來了 沒有啊 沒有啊沒有同志等待批準 這個 都好 再一次 微博 大陸主要就貼微博就好 再一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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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不是會記住嗎,每次都從登記登錄一次 最近下載也是,他似乎就好像有點晚 日子姓主持回來這裡 一個鐘頭暫停一下 那我們那個 上個廁所 姓兒用寧 姥姓的被寧 你看都不講解哪個字是什麼 你們碰到這個怎麼辦 你就看他僥倖的,可能信來了 你看還自行結構換部手 被寧,被是哪個字 寧任用 寧從哪裡來,剛剛講過 寧寒條條暗渡我們才扯到那裡 要找對抖助詞 是誰在渡 被寧任用 用當然就是那個 賤用的用 秋善賤捐,則是指秋天 到了秋天,善子良善被主人丟棄 被棄 被棄 捐就丟棄 我們說捐款就把錢丟掉 這不是亂丟 就丟給人家自己不要 就捐了一 它可以翻成被棄 扇子被人家丟掉 相對的當然 你這當然不能翻成秋天的扇子丟掉我 對不對 那這裡的主體就是指什麼 前面這個 這時候就不能說是說話的 因為扇子不會說話 應該是前面那個主詞就對了 這個主詞沒有省略 這個是有省略的 對不對 我發現我一個口頭禪,一直相蓋 有時候不知不知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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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之處 請見諒 就是原諒我 我 見諒我 原諒我 這時候不能翻成請被原諒 可以說希望被原諒 然後請不要被笑 當然不通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一定要讀成請不要笑我 所以你看它是活的 你不能說一個標準 老是說被 所以我才說 有人說把這個見直接翻成被 有時候對有時候不通 對不對是這樣 你要真把它弄清楚 不是死被 被 被到這裡就不通了 怎麼辦 所以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自圓恐逆 就怕你走遠了 達到遠處恐怕會走不好 好像陷入泥澳 就行不通了 就行不通了 這不就很好的例子 請多見諒 怎麼能請多 請多多被原諒 對不對 請多原諒我 這時候就不能用被 有何見教 有什麼 何什麼就證明了 對不對 這何就是白話的什麼 就好像我們前面講殺小 對不對 沙小的小 前面討論這個 沙小的小 那個沙 那個擺海鮮腦上 好好念佛 成佛式大事 其他 啥都是假的 你看對不對 啥就是 把我們 國語普通話 這個是河南的方言 那 國語是北京的方言 就是念河 可能是念河 可能不是了 我們一般雅言或國語就是河 就是沙小的啥 那台語還是用傻 傻小的傻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本事 傻小 就是什麼東西 什麼小 是什麼小 原來是那個精液或尿出來的東西 總是就是從生殖器流出來的東西 然後鄙系人家才用這種 通常擠雞這裡的東西 生殖器的東西就是 像甘尼娘這些對不對 用生殖器撤狼 背見人家 殺小的比較不好 用在不好的才會這樣講 絕對不會說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可以用在文養殺小就不行對不對 就像我們講過 慫恿人家只能做壞事 你不能慫恿做好事 你不能慫恿做好事 說死也是 教授也是 教授殺人 不能說教授行善 對不對 有什麼 教我的 那這裡也不能翻成被 有什麼被教對不對 有什麼可以教我的 那這裡可以聽個可以嗎 有什麼可以教 有何見效 或者有什麼藥交給我 是不是省略了藥或者可以 那這裡不添藥或可以 你說你怎麼翻得好 怎麼翻得沒有 所以這才說天字還原 這非這樣 你有別的 那你比我高端 那我們跟你學 沒有 所以才說有這一個合法的方式 九陽神功第五照天字還原法 是這樣來的啊 不是跟你亂天 是不得不 因為他省略了 你不這樣天白話沒辦法講啊 講不通總覺得怪 還漏掉什麼 漏掉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鎖表 代詞多為有 那鎖表又來了 你看他跟這個鎖表一樣 所以他這個鎖本身就是代詞性助詞 這個鎖是代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他有 鎖有格的意思 這裡鎖有權是宣示給誰 鎖 鎖所表的代詞 對不對 不是別人是鎖所表的 所以這裡有所有權的先制 所謂的是形容詞性 表示什麼東西的代詞 是鎖代表的代詞 這個鎖這時候 所以他為什麼叫代詞性呢 他有代詞性 可是他這時候是代誰 他可能都是代我 對不對 他代表的 好像這是人民嘛 他是人民意代表 他代表的常常政 第三個鎖 我們主角出現 不是 鎖 我們這 具有動詞接受者 對啊 這個我們常講他就是壽詞 鎖愛就愛的 我們講這個就可以直接翻成得 白話得 就好像者記者的者 這時候不能倒過來 他跟鎖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一個放在後面 這是寫在後面 像愛者就是愛的 所愛就是愛的 兩個都是愛的 可是所要放前面 者要放後面 要說愛者沒有說者愛 要說所愛沒有說愛所 愛所的話以為是做愛愛的場所 所為什麼會放前面 就是因為他本身做名詞 他放在後面的時候 會讓人 不以為是當名詞 容易造成誤會 愛所 也 因為文法也合 愛愛的場所也對 會所就聚會的場所 可是所會 領會的東西 意思大大不同 對不對 我們不要講那個心愛 會所 和所會 所會是會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會 有智慧 你真學會了 對不對 所以所會就會的東西 會所可能是聚會的場所 聚會的地方 聚會的地方 處所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真弄懂 我要拿什麼文法出來 幫給你看 左右逢言 這才是真懂 你讓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侃侃而談的時候 那才叫真懂 不是這樣 知識節節 一直半解 到掏人家答案 硬背一大堆 然後再講出來 那根本自己都還沒吸收消化 沒有真正懂 沒有領會 你才會這樣一直想 好像學的是這樣 因為你硬吃嘛 生吞活吧 生吞活潑的吃下去 沒有真正把它矽角蔓延消化下去 這還有點貨我還不知道 扒了你一層皮 扒開挖開 扒掉你一層皮 扒手才念扒 扒的高疊的重 扒的這裡可能是攀扒 鑽泥 攀主 攀元就是這個扒 攀元不絕窗靈斷 攀元不絕窗靈斷 地震戈裡頭 攀元就是這個扒 那時候是用副詞 兩個字構成的詞 不要再翻成 反而這時候大家都搞文一文 攀元是圓柱 這裡要什麼圓柱 突然地震來了誰給你圓柱 攀元不絕嗎 當然趕快逃命要緊 沒辦法逃才需要等待圓柱 那你攀元當然就攀爬 不要再攀爬 還要等待圓柱 攀爬圓柱更講不通 那因為講不通 天字還原說攀爬等待圓柱 怎麼等待圓柱 你可以先爬出窗外 不先爬還等待圓柱 你自己看上下文是講 怎麼逃難的情形 不是在那等待救援 那個圓不要讀成救援 再來你們也沒真懂什麼叫救援 救援就是我真正主詞 主要動詞是救 圓是拉你一把 所以我們說有圓柱 圓交圓柱交際 伸出圓手 圓就是拉 它本來就是拉的意思 這種拉假如是要幫助的 所以叫圓柱 如果是救援 它本來就是拉的意思 趴手去攀住 拉住一個東西 它不一定要救 你自己拉得住攀得住 像我們攀爬杆 吊當槓 那要怎麼救 它跟救和住沒有關係 那是兩碼的事 圓本來意思就是手拉的東西 它原來造字是兩 手抓著一個東西 交給另外一個人 其實也是有救的意思 本來可能就是拿著那個棍子 或拿著東西救 你看那個甲骨很親吻 我是說我們在白話語經裡頭 圓旱柱 畢竟是兩兩八十四 不是完全得相等的東西 所以你都這個真正弄懂 你才會分辨這些細微的差別 我常講生活裡頭 在講吃什麼東西 嚴選食材 前面提過履歷蔬菜 食品履歷 那為什麼這個就是清清菜菜 隨便不想 沒興趣 無聊煩 煩你吃也隨便吃就好 對呀有些人像我也禀刀 只要不是真的很有問題 管他隨意檢驗的 像我就買懶的管那麼多 我都買有機的 假有機 有機假的那也是有刃 不想管 吃的倒是 有些人吃的 像我們清清那法 吃的生理的 講究心裡的隨便的要命 好 具有動詞接受者 就受詞嘛 對不對 然後在裡面 如所見指看到的人事物 你看 其實所 所以這都不是真懂 這位文法家也不是 不管是不是這個作者 他都不會讀這兩個字 就是見得 你看 見就是看到 得就是所嘛 他都不知道這個得就是所 那得人事物是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他後面所代表這個所就是得嘛 這不是一樣的文法 那後面的代詞跑出來了 這個名詞跑了 就好像這裡 人事物都是名詞跑出來 所以這個就退位成什麼 退位成形容詞 他就不再是代名詞 他原來是代名詞 叫我把人事物拿掉 只看到的 所見就是只看到的 這不能說只啦 邏輯也有問題 應該說所見就是看到的 所見的意思 兩個字意思就是看到的 看到的什麼 人事物嘛 對不對 當我把人事物損略 這個得是不是就是代名詞 當我把這個代詞損略 這個所是不是就是代名詞 所表就是代表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 那當然是代表著代名詞 因為他後面講我嘛 我是代名詞型的考頭 對不對 他可能就是要做廣告 或怎樣 要不尊重他的眼淚 乾脆複製貼到word去看 對不對 免得這樣 還有一個方法用拍照的方式 也可以 不管他 所以這都不是真懂才會講到這樣 那你看他的文法家都不是真懂所見的 教出來的學生會怎樣 你們就是被這個害 所以我為什麼要花時間 你看又一個多鐘頭 可能又兩三個鐘頭跑不掉 真搞懂 不要光學一些代詞性詞 住詞是什麼 你自己看這些教你的老師 他自己也不懂 你說我講的容易還是他講的容易 容易理解 那根本就所見就見得就好啦 這不是很清楚明白 只看到的人事物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實看到 你也可以省略人事物嘛 只看到的或是看到的 那德什麼你也知道德是代名詞 德人事物啊 那你就知道 哦原來這個所又代名詞性嘛 所學還代表的學 都變成作文啊 換個詞而已 那不就學不就學習 你看還有德嘛 他都沒發現最大公約數 這才是文法家該有的技能 你要濃縮才發現真正的 他的文法的骨幹在哪 不是都是要懵懵懂懂 然後講個大概人家 他其實就是所學就是學習的嘛 所學的什麼 啊隨你啊 看你上下文怎麼講 一般就是講學習的內容 學習的成績 對不對 成績的成果也可以 不一定要內容啊 所以重點是所 是德 代名詞性 倒過來就是學習的 這是我領悟的 還好我沒看這些文法圖被他揹 有多少人 你看我們是 人家孔子說 學而不思者往 我們是好學生思嘛 喜歡學 好學又喜歡生思 對不對 學而不思者往 多少人是這樣 我們是好思 所以學了 還好我們沒有看這個文法書 不過一般人就學了 也不想去想 那我們是喜歡想 還沒看這個文法書 又想 這個所要怎麼跟同學講 所以我說我來教書 我真的學到很多教學上嘛 真正我學到 因為我都在想這怎麼樣講 這些 不知啊 這些討厭文言文的 他們才能接受才聽得懂 想用白話文來講 我們也是翻譯人員嘛 本啊 然後我們那一條字符哲也 或國文的說法來解釋 給他們聽誰聽得懂 才會去想 然後後來才理解 啊 倒過來讀就對了 開始我腦袋也卡卡的 卡陰了 就沒想到這個 後來想對啊 文法中修詞也長生 道序 道莊 倒過來讀本來就合法 本來我還想說 中文都順的讀 怎麼會有倒數 一想到倒序 倒樁 倒樁 就再也沒有懷疑了嘛 都是這樣成長去想通的啊 看到那麼多實力 你沒有把握自己想對不對 看那個實力講 都沒有發現錯誤 就知道自己 抓到 抓到了解了 知道英文可以說抓到 就抓到了 例如一日之所需 就需要的嘛 百公司回備 你看 一日需要的 不就很清楚嗎 那這個字 是語助詞而已 沒有意思 一日所需 跟一日之所需是一樣 加了一個字 有什麼差別 強調 一日需要的哦 那也是這樣 哦 那個哦 就類似這個字 文言文當然不會寫 一日所需哦 不會怎樣嘛 所以他就用字 他也不會把字放在 一日所需之 那不通嘛 他就藉由這個 之拉長引擎強調 一日所需的 需要的東西呢 百公司违備 需要百 一日需要的東西 這個司是財 財怎麼樣 那他省略什麼 這一定要天之還原 不天之不還原 你怎麼讀的 什麼叫百公財 要很多 很多這個百又是文學語言 對不對 不是真的百個 就很多的工匠 很多人的付諸 才成為完備 完備什麼 什麼叫成為完備 他能夠完備滿足你的需求 一日需要的東西 你需要百崩 才能夠把它備足 備變 把它準備好 把它具足 把它供應好 所以你看所需就需要的 那需要之物 他就作文一直換詞 我這裡用的 他就想要換詞 他沒發現其實所就是的 你不能說所就是字 可以當名詞 代名詞 可是在白話比較不常用 不常用 你用的就很親切啦 就解啦 這裡是所需 所需就需要的 的什麼 物或東西 內容也可以啊 依須字 字在動詞前 他說手下面還有分詞 須字 暗示動作到達的事物 如前所未聞 你看動作到達的事物 動作是聽到達事物 何需要這樣講 己所不欲 欲動詞 想要動作到達的事物 何需要這樣 你看用我們的的代名詞 前所未 前面以前 那個時間的前 不是空間的前 對不對 以前 沒有 沒剛才學過 沒就美 妹嘛 通甲 沒聽過的東西 以前沒聽過的東西 不就好的 的什麼 的東西嘛 那甚至你看上下文 到底是的什麼 這樣不就通了嗎 那再來言語 己所不欲物 誰是常天 怎麼辦 自己 不 想 要 的 的 什麼 當中 什麼都包括 不要 撕 給別人 這語是戒 戒系詞 對於 就 可是用對於翻 就不通啊 用給翻白話是最通 不要撕給別人嘛 所以你要翻成對於 就是不要對別人私語 不要對他給 就是不要給他的意思 對他給 對著他給 不是對著別人給 對不對 要真懂才知道 你真懂了 真會讀懂意思 你就知道翻譯 白話當然不能 不要對他給 就不通嘛 不要給他就可以 就是這個意思 你才抓到白話 要怎麼表達最貼切 這些文言要講的意思 你才翻得好啊 以前 你看我們前面批的 都不學這些解讀 直接學翻譯 那你讀都讀不懂 像我們前面看那麼多篇 文字都不解句 也不知道真懂 講俠頭甚至有限根本就真的不懂 翻完了還自己想在寫詩 地基都不蓋好 就要蓋大樓 不都是這樣 還沒走路就要學飛 那你看像這個不就 你說他這個 有講的那麼複雜 講的好像很有學問 一大堆文法 我們一個德不就講完了嗎 一個代名詞不就講完了嗎 需要還分三個 尤其這個索還分兩個 德不就很好 那語為或背何用 你看 講越講越複雜 你還要背那麼多 那個語為和背何用 你說我們那個簡單 以簡欲凡 是半功背的好 還是像他們這個私背 功半生是沒有功的 你看高中生學完 還要問老師 相過人人土土 又是相知不代此心助詞 學完還是搞不清楚 什麼是代此心助詞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乖乖學這個索 我就得就好了 當然他這裡是香啊 不是手啊 以為好 連我看都不殺他 何況各位 以為或背何用 我只能說啦 現在 越洛少很多會寫這種專書 很八成自己 都還沒有正懂 就是還沒有學好 就急得想要出名 或者像現在學術界一個歪風 硬逼著你要教一些論文著作 你逼著沒辦法 趕鴨子上架 才會這樣 這很明顯 你只要真正懂的人 不會這樣表達啦 除非你不想教人家 或者你只想跟你們那個領域的人看 不過你給一個外行的人看 你這樣表達越想 人家是越迷糊而已 我第一卡上面有很多對我這種評 我不知道 應該適用在這裡吧 怎麼會適用在我這種老師上 我已經夠白話教你們了 夠生活教你們了 這種才是誤人子弟的老師吧 所謂為或被何用 表示被動的意思 還需要嗎 他的作品 為一般年輕人所喜愛 所表代詞多為事 所這個字 你看又去這句話 你這個所也應該加個引號 我意思還要不是前面還有類似的句子 對不對 意思還看 喔不對 這個鎖還不是這個鎖 他這個鎖是這個鎖 鎖表代詞多為事 他是說鎖在這裡表著代詞多為事 他的作品 為一般年輕人喜愛 他的作品的事嗎 他說這裡的鎖是代詞 代詞多為事 代詞代回去讀得通嗎 你只像我們的方法讀成 他的作品為一般年輕人喜愛 就好啦 那為什麼加個所強調用法 不是表被動 他的作品為一般人所喜愛 我問你這句話的意思 是要表達他被動嗎 啊 他的作品被喜愛嗎 還是要強調 是年輕人 青年人喜愛 不是老年人 是要強調前面主持的歸屬性 還是要強調他的被動性 自己說 這個完全是錯 你自己說嘛 這兩個想法 是不是我們比較對 這就是我剛跟你講 這個鎖其實可以不加 他的作品為一般年輕人喜愛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再來加了這個鎖 你自己看兩個有什麼差別 他的作品為一般年輕人鎖喜愛 是不是感覺加了鎖 好像歸屬於這個年輕人族群 青年人而不是其他人 他的作用是在這 不是作品的被動性嗎 他就是卡因卡在這裡是被動 好像有被動所愛或被愛的 他這裡就變被動 或者跟那個見亮一樣 這是錯的我跟你講 表被動的意思 完全錯 至少就他這個例子是錯 這種語記怎麼是為了表被動呢 是要表強調 修飾這裡反而比較像布詞 修飾喜愛的對象 許愛的主人 是誰喜愛 年輕人喜愛 不是別人 或者你可以說被年輕人喜愛 不是被別人喜愛 重點不在被 是被年輕人喜愛 不是被別人 他重點是區別別人對象 不是重點在被 對不對 這個真正的被動是這個 作品為 為才是被 所以他說要跟 為或被何用 表被動 可惡 為跟被就是被動啊 還要再表被動 應該說強調被動就可以了 強調這個是被動 可以不通嗎 強調被動幹什麼 強調被誰而動才對 這被動的主人主宰是誰 才是他要強調 他要屬突顯 唉 光一篇就一個多鐘頭 這很好又來了 這代詞 我們剛才提又來了 人或事物代詞 對他記者做的 做的 記錄的人 做創作的人 永也知者 有智慧的 這裏知是動詞喔 他是有智慧的人 不是名詞 名詞就不通啊 知識的人 什麼意思 智慧的人 當然我們現在白話也會說智慧的人 可是其實文法上他是省略了有 你也知道我們在講智慧的人 也是說這個人很有智慧嘛 他省略有就好像說有錢人 有時候會省略那個有事 那你其實 我講一個類似的 我們說好很好 那你可以不講好狠字 也可以不講有字 沒有人說有好對不對 可是我們講過這個有 像恐怖有利的有 有錢人有其實就有狠的意思 他可以省略啊 可是一個字也表示他有狠的意思 他有有 有就不要說他具足嗎 或者甚至比具足還要再多 就是很有狠的意思 人者也是這樣 具備人德修養的人 所以他是動詞讀才比較很對 也就是一個人德的人 一個人德的人其實就是具備人德才對 一個我們明明翻白話會辦成一個人德的人 德人就是者之一個人德的 一個人德的好像這個者變成形容詞對不對 可是你細細分析他還是含有動詞才是他的原型 一個人德的不就是具備人德嗎 為什麼他會是人德的他是具備 他有這個特質這個修養對不對 那修養和具備還是動詞性 表面上看起來前面好像是形容詞 其實他是動詞轉形容詞 就好像這個作者好像創作的人好像是形容詞 其實他是動詞對不對 動詞轉形容詞 心目者你看目是動詞嘛 心思修是他最近就剛洗完澡的 睫風目雨 目浴我們說浴袍嘛 所以浴是洗身體不會講目袍嘛 目是洗頭 所以最近剛洗完頭的人一定會把帽子彈一彈 因為怕剛洗完頭就帽子不乾淨 戴上去不是白洗啦 所以彈罐嘛 彈一彈上面的灰塵他要彈掉 那彈罐又來科學語言量讀文學語言 意思就是 罐是不是要要 關啊 標準要念關名詞 關是不是要要弄清潔 甚至關要先洗乾淨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不是還是動詞 可是他就是在這個詞組裡頭 他是轉成形容詞的感覺 可是他的語言型其實是動詞 可是這個動詞不是我們文法裡頭 我動詞後面接受詞就不通了 對不對 所以他動詞轉形容詞 可是他原型是形容詞 你看沐浴嘛 我剛才退 所以你看我怎麼背 這個詞剛剛也試下半個你看 用浴袍 沒有聽過木袍 那浴袍一定是穿在身上 所以知道以前分洗頭洗臉嘛 洗澡嘛 洗頭洗澡 就好像現在分洗臉洗澡 你看你插澡 毛巾跟洗臉 毛巾可能會分兩條 你現在也分啦 以前人也是這樣 那心浴者你看衣服是穿在身上 不是戴在頭上對不對 所以他就這樣也可以吞 剛洗還有心就最近嘛 你看心和鏡是不是也是換部首 換成挫軸旁就是 雖然那個心左邊不是部首 可是他是部件嘛 部首只是大家比較熟悉部首 不熟部件 其實嚴格來講是自行結構換部件 所以他有時候是換身符 最常見到是換部首 那有時候是換部件 像這個就換部件 所以這個心就最近的鏡的意思 所以有一個詞會叫心靜人緣對不對 最近就可以翻成鋼材啊 鋼這比較白話 所以你看你掌握的字一直翻 就翻得更貼切 你說最近洗完澡是不是很怪 白話誰會怎樣 剛洗完澡就很順 那有沒有離背 離背 違反原來的古文 文言表達的意思 沒有而且抓得更貼合 這翻譯就是最正確最精確 最高妙的 這樣才學翻譯啊 讀都讀不懂你怎麼翻得好 現在就要給我一個翻譯怎麼翻 那我都不去問他怎麼讀 怎麼懂 那字是什麼意思 詞是什麼意思 文法是什麼 修詞是什麼 就要怎麼翻 剛洗完澡的洗完澡 洗澡的當然是動詞 你看我們白話也會使 剛洗完澡的一定會把衣服清理一番 打理一番 然後這個也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只是用痰用症 症一症當然把灰塵抖掉 那剛剛講的 這是科學讀法文學讀法 還是把衣服用乾淨 或者洗乾淨 不要那麼呆 只會死在一點上去讀 答案就只能有一個 你看我們的捲盾 捲臀答案就不只一個 為什麼一定要自作於 只有一個答案呢 這種偏執 可況現在都多元文化 對不對 多元價值觀 後先代主義結構以後 只是說一定只有一種答案 誰知道只有一個 你編了 除非確定只有一個答案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都是逆推的 沒確定的當然要並存 除非我們前面都講過 除非你有絕對的證據說人家是錯的 我都是對的 就像法律上無罪推論 在確定有罪之前 大家都是無罪的 無辜的 清白的 這樣不是都很清楚 他這個判別 不知道在判別什麼 他可能是複製別人的資料 我都不知道這是在判別什麼 我們加個判別 這是代名詞 不一樣啊 代詞進助詞 這都虛字 文言裡頭類似說其 你不能說代名詞是虛字 虛字通常是沒有意義 代名詞怎麼會沒意義 他有實意的 就不能說虛字 人家說虛詞虛字 虛什麼也是省略主詞 新年快樂誰快樂 銀漢調料安度誰度 虛什麼虛意 意 自意 此意是虛的 所以叫虛字虛詞 問你虛什麼 身體虛 體多多病 氣喘虛虛 方達哥問 相偽而去 為我而去 對 他只是在 在舉例子 華心語亡朗一文裡頭 您可疾香氣 您 您可以疾氣他 怎麼可以 對啦 我還以為他怎麼翻成您 還得了 白話您是寧願 怎麼可以 您是起可以 怎麼可以 你看他可以 就當白話讀不對 嚴格來講 哪裡可以 因為 在 對他 以是因 所以可是可以 你看都不講解 因為緊急 在緊急的緣故 就 拋棄我呢 或者拋棄你 假如是稱對話 假如說你趕快走啊 不要管我 我就說 您可以疾香氣 可以這樣講 就是 我怎麼可以因為現在很緊急的 就把你拋棄 把你 就是拋棄你 把他拋棄 你看他這裡是他 當然我沒有上下文 不知道他 前面討論過這個 香可以你我 他可能都可以 對不對 那怎麼判斷上下文才可以 他這個是不對的 他沒有舉上下文 光就這一段 你怎麼知道他是他 當然他可以說 我至少有著名處處 他就省略上下文 這樣是可以 那當然我沒有看上下文 是跟你 與荷蘭首相說 以誠意相當 以誠意對待你 黃偉的主禮館 生靈人不知 靈生人不知吧 明月來相照 對他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明月 明形容詞對形容詞 所以應該是生靈 其實是靈生 在深處 平直的深處 人不知 因為沒有人 人不知 好像我們講過空山 就是山裡頭沒有人 不是山裡頭什麼都沒有 就闖空門的空門 是講家裡沒有人 不是家裡頭什麼都沒有 這也是啊 沒有人當然就是人不知 明月來照我 相照 相知放在照這個字 動詞的前面 相本身並無意義 是住持 表示明月 什麼叫並無意義是住持 假如是並無意義是住持 那我是什麼 我是天之還原 但我這個代名詞卻隱藏起來 並無意義 那意思就是明月來照嗎 是這樣嗎 照誰 來照石頭啊 你不能這樣 他這樣變成 反正他無意 言相是以明月來照 一定是照我 不能這樣吧 那香角有意義 香是一個代詞性的話 是有意義的 當然照我這很通啊 為什麼要把它當成沒意義 然後自己在天字還原 以為原來隱藏 以原來沒隱藏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講 這不通了 你就發現這個文法老師有問題 整句看得出來是單向的 只有明月照著人 而非雙向似的也照 這是對的 可是這前面是錯的 幹嘛要隱藏起來 沒有隱藏啊 人家明明沒隱藏 你偏要說人家隱藏 這就是前面講 他不知道可以倒過來讀 所愛是愛的 相照就是照我 他思維的方法錯了 還用他的邏輯 前面講會死在一點這樣推 就覺得一定是這樣 結果吧 差 就是失之交背啦 引恨啦 好 我們這一集到此 上個車座應該也還好 不是那邊 暫停一下 那個 可是臉書的時間 那個電源還有嗎 也到了 那我們這一集到這裡 等一下再繼續 阿彌陀佛少造業多念佛 大家大業精進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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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們繼續看 這個代詞性助詞 這個我們大概不會貼過來講義 可是我們做實境秀的時候會貼 要做時間軸 我稍微看一下他後面 哇 還很長耶 所以我們得快一點 甚至後面還要 所以他這高中國文 可能還是被人家考試應用 但是前面我們也看到 他有些不太正確的地方 正好借這個機會 對不對 這個根本就多詞一句 幹嘛隱藏起來 所謂隱藏起來 另外一句話也是省略 當然表述的方式不同 真的很好奇的作者是什麼 杜佛的詩刻字 是這一首詩《喜崔明府》 可見這個課是崔明府先生嘛 相過 光這個題就是賴慈慶父子嘛 相過就是過訪嘛 這是過故人家的過 好像要念那個 平生 我記得以前是這樣 現在不知道 因為常常標準會變 還是一樣 所以 你看只是誘音而已 那時候考來一定要寫 鍋 鍋才有拜訪 所以都亂扯 可是也不能說亂扯 也許那個老師 以前變的課本 是有一定的 根據的嗎 可能還不過 因為你要根據古字典 那這是不是 呼應我們講的聲調不重要 那聲調有時候重要 只是你讀的標準 那他主要是為了區別字義嘛 不是說 一定要念幾聲 那他為了要區別 過跟過有什麼不同 像這個 鍋的話 他可能做信事的時候 鍋宴 就好像我們說責任的任 做信事是念二聲而人 他轉聲調 怎麼才有一個規則說 聲調不重要啊 不是這個不重要 不是說 在我們講話 或辯知意的時候 隨便你怎麼講 只是說 有時候不要計較說 一聲二聲 就好像天壤之別 只看到他的不一樣 都沒發現他其實有相通 或相類似的方面 就像七星大法講的 不要死在一點上就對了 永遠要助力對你 然後他不要死在一個 或者答案只有一個 就在那鑽鳥養 只要是合理的 沒有缺切反證 否證的 都是可以存在的答案 為什麼一定只能有 一種答案呢 是不是 喔 正好假如你有 想要互動的話 也可以到 打SlideDo 輸入928 因為這是我給我學生的 其實你也可以 SlideDo都公用的 瀏覽器 打928 那 反正我這一週 我學生也幾乎都沒在用 剛開學可能還好奇心在用 後來就 因為你在臉書這裡 會活動 我也不一定會 即時 五月二十七 一到二十七 嘛 就這一週 那一個 打928就可以 比如說 你看我到無痕摩斯 就在SlideDo 當然我已經之前有 所以他 你不加小數點也找得到這個網站 這裡打928 就可以留言了 當然要我有空去看 他也不會有提示音 對 應該給他建議說 有人留言應該加個提示音 這裡 只是他是英文介面 但是也一般簡單的 那看你要不要留名 不留名 留空 這樣就可以了 目前你看他沒有人 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下禮拜 上禮拜 好像複製好了 明天還要回上夜 沒有嘛 這不知道誰 所以這個 應該不是我學生嘛 他只要打對的這個碼 都可以在這留言 不過我們當然不會 理他 德文 西班牙文 跨文 不要實在一點 上永遠注意對立面 剛剛是講到什麼 聲調不重要 所以這個鄉過過房 現在你看 國以慈念四聖 以前我們在讀中學的時候 哇 考試還必考 郭故人莊 所以我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孟浩然 故人居七十五 邀我四天家 那題目一定要念郭 不能念郭 你看現在國以慈念郭才是百房 郭只是誘因 天下的對受標準在哪裡 也不能說沒有絕對 可是不要那麼死板 那鄉過就是過房 過房我 就像倒過來讀不就好了 你看鄉人在解釋這個什麼 代詞性復詞 你看 就像前面他介紹那個王位主力館一樣 講半天其中鄉過的鄉 也是屬於這種代詞性復詞好啊 只有單向的崔名符拜訪詩人杜甫 杜甫並未拜訪崔名符 而且動詞過的後面省略了我杜甫 你看到啊 他的邏輯就是後面省略了我 所以這個鄉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他們主要是住詞性 住詞 就是語住詞 沒有意思 那你還加個代詞性 他好像又有代詞性的功能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把它讀成摘名詞 只不過要搞怪讀嘛 喜吹名符過我 就防我嘛 這鄉就是我嘛 為什麼還要後面省略了我呢 哪有人會這樣 難道 我們自己想想看 古人或者他們那個文言文語 已經會說 喜吹名符過我 然後不講我 加個鄉 那麼無聊幹什麼 幹什麼時候 喜吹名符防我就好啊 幹嘛那麼囉嗦 其實這種鄉通常有點客氣 如果過我來拜訪我 對不對 這好像沒大沒小啊 平起平重 那鄉過好像啊 尾字往去啊 往你大駕來這樣 那其實就是這個鄉 是有點戴戒指講話的本人嘛 你就把它的代名詞 尤其代詞性註詞 你乾脆就把它當成 又有代詞性又有註詞性的一種合體嘛 所以在這裡它是偏向代詞性 可以直接把它當代名詞讀 你為什麼不 為什麼一定要 哦 代名詞一定在後面省略 像這個前面鄉照 你看 前面你講過明月來鄉照 那明月來照我 不就好了嗎 把鄉都稱我 倒一下讀而已啊 就好像你讀唯利仕途怎麼辦 一定是唯徒力嘛 倒過來讀不就通了 哎呀 一定要唯利仕途 然後這怎麼辦 像這種道莊的 你非要倒回來啊 本來就有道莊的嘛 修持也 常見道莊劇 為什麼到這裡文法的時候 就那麼代表 是不是 真的 像剛剛講 真的很好奇 這個誰編的文法 所以文法 先有文 才有文法的研究 當然文法是 先有文法 才可能也有文 文句文章嘛 文章沒有章法 人家怎麼溝通 可是 我們人都知道 就像小孩子學語言 一定先會講話 誰會先學文法 但是人類語言死也死也是這樣 連中國是模仿西方 他們先有這個語言研究文法 然後中國會找到 所以中國第一本文法書 還民國初年 清朝末年才有的 好像是姓馬的 馬怎麼忘 那時候還有買才知道 原來他是 我們第一 號稱第一本文法書 那他怎麼懂這個文法 我們都不懂 那幾千年來大家都不講話 不可能嘛 他還不是根據你文 語言的先章去分析 那他的邏輯是這樣想 假設啦 比如說像這個文法家 鴻固寫明師吧 他真的是文法家 為什麼你要這個邏輯想 那我用這個邏輯想 那我用這個邏輯想 那不行嗎 所以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那時候還不知道 說這是代詞性助詞 我們講的還比他同 他講這種很玄 又要省略這個 你還要記 半天像前面這個 你說這個 像我剛剛 錄完時經紀 我講那個問題 這個所還要配合為跟被來用 然後呢 他還代表被動的意思 根本就不同 這完全是錯的 對不對 剛剛已經講過 他的作品 唯一一般年輕人所洗 唯一就是背 為什麼要鎖來背呢 被動式 他的作品 背一般年輕人所洗 可見被動式 不是靠鎖來表達嗎 怎麼會靠他來表達背 這鎖很明顯是強調 他知道喜愛的主人不是別人是青年 才是這個 你拿掉鎖就知道兩句話有什麼不同的意思 他的作品唯一般年輕人喜愛 他的作品唯一般年輕人所喜愛 是不是加個鎖有強調 是青年人喜愛的 不是老年人 不是重年人 是青年人 這才是他鎖的意思 怎麼會變成被動呢 這個以前我們也不知道什麼代詞性助詞 來跟他分三個 懂得還比他正確 這個花 我講一句不客切 就是花拳秀的 搞一大堆 眩人耳目的那個名詞 就像我的學生問我這個 老師這個 林詹美的 我們為什麼會講這個代詞性助詞 對不對 相故人人成土色 這是不是代詞性助詞 難道這個可以讀成 顧我 大家顧我 當然人人顧我 像剛剛相照 明月相照 明月照我 相過過我 過訪我 是這樣嗎 大家過訪 人家來看我 回顧我 人人顧我成土色是這樣嗎 人家明明寫相顧人人 你變成人人顧我 根本就給人家唱改了 同學會問這個 表示他以前學過代詞性助詞 我還沒學過 我聽他什麼代詞性助詞 我還教他講一遍 哪幾個字 真沒聽過這個 可是我讀得懂 你學了代詞性助詞 還是讀不懂 甚至還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 甚至有同學 你看我們目前看了這個代詞性助詞 他是想單面的 雙面的他還不算 那我還問同學說 另外一個同學說 雙面的是嗎 因為我沒學過這個 他說是啊 我想想也是啊 我本來以為單面的還算 那如果是的話 這種雙向的也算 代詞性助詞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 雙向也能算代詞性助詞 因為雙向也有代詞 如果相顧我 相顧無言唯有 類千行 像這個相顧人人相顧 相顧人人 其實就是人人相顧的道莊 你看才剛講道莊 這不是道莊 所以九王神宮裡頭 有一招叫道莊從主讀法嗎 本來就 人人相顧 人人互相看 對不對 那剛剛你說我那個 假如這是我 人人看我 為什麼不行呢 你竟然說可以道莊 問題人人看我 你不要道莊 直接讀也讀得通 直接讀是相顧人人 那相顧是誰顧 這裡沒有講當然是人人 還會誰 互相顧預設本來是互相人人 這種文法當然比你 讀成 顧我 然後是人人讀法 這個更簡潔 越直徑 沒有繞圓路 當然是越逼近真理正確讀法 因為你繞圓路 給人家添加了一些手續 可能就篡改了圓圓 動的手續越多 越那個啊 像這個相心告 就不會懷疑說 變成代詞性註詞單相 那如果雙相 可以變代詞性註詞一樣 因為 人人互相看 我看你你看我 他是不是還是有我和你 代名詞 所以他還是有代詞性 其實也通 可是你看我們看他這個 分析這個代詞性註詞 他並不是說要互相 一定是單面的 那假如這樣的話 那一種都不能叫代詞性註詞 相互相心告 互相很開心的告 報平安 對不對 那就不能 還好 我們沒有先學這個文法 先學九陽神功還比較實際一點 回來就不會被人家這個帶著團團戰 都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你看尤其這個 錯的你也不知道他錯 尤其看起來好像專家學者 我還會分析這個 我也不如 你就矮人家一起就怕 對不對 人家錯了 你就跟著錯 一點自主 講最簡單 大家誰不會用中文 除非你不是母語中文 有你就中文 像我剛剛講 像這個 你管他怎麼後蘭 他的作品 為一般青年人喜愛 和他的作品 為一般青年人喜愛 差一個鎖 你覺得差在哪裡嗎 你也知道啊 那你就知道這個鎖 是幹嘛用 是像他講的被動嗎 絕對不是嘛 少了一個鎖 還是被動啊 沒有變成主動啊 還是他的作品被喜愛 不會他的作品喜愛人啊 可是鎖 不是在講被動 怎麼會表示被動呢 分析是有問題的嘛 分析哪來的 當然是先有句子 這位文法家 才就分析啊 這個鎖 就像科學研究一樣 他設立這個假說 又不是牛不斷定律 定律都可能被修正推翻 這才叫學術啊 不能喔 可是現在你看 就拿這些去教學生 老師有沒有真懂 不知道 誤人 置誤誤人 誤人子弟 李敏南老君是以前講過一個故事嘛 對不對 有人 誤 好像是庸醫殺人吧 還是老師 好像是老師 反正是老師和醫師 你看老師和醫師都叫師嘛 結果他 庸醫殺人 他不甘心說 為什麼墮十八層地獄 對不對 那他就很不爽啊 他說我又不是故意要毒死人啊 對不對 可能用錯藥或者沒有留意啊 又不是故意要害人 然後撞黑心錢 站到墮腳步高興 然後就聽到樓下怎麼還有人在叫 你不要再踩啦 再踩毀塵他掉到我身上 奇怪我不是十八層地獄還有十九層 十九層是什麼 他說你是幹什麼啦 我做醫生啊 他就問樓下人你幹什麼 他說我做老師為什麼 誤人子弟嘛 你殺人 你想想看你今天庸醫好了 殺人只是 你是 藥死一個人 或者 我這個藥是毒藥的藥 吃死或治死 醫術不好害死 不但沒救還害死 可是老師你看我教壞了一個 他可能又去教別人 哇好像病毒一樣就這樣傳染開 散播開 所以我們是戰戰兢兢啊 當然每個人能力有限啊 可是當你自己還一知半解不是真懂的時候 不要那麼急的出來獻 你就要自己要承擔你講 人家說言論責任嘛 敷衍者 接下來這個 剛剛看到杜普斯 你看這個我們都沒背課啊 實境秀 我不是先看這個 隨便拿一個幾乎都讀得懂 不用去犯杜普斯 也不用看到後面的截子 再來看主都然斗其 都在府中棄 本是同根森相間嘛 那這個以鄉 來囉 答案是一個而一個嗎 你看他認為這次鄉 是代此幸福福斯 所以只有單相 在《施作信》中記載了 曹 為人曆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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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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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曆曆 還講奉法 再來 為什麼 其實破壞我才對 因為曹子也不想和他哥哥 所以講你讀成互相好像也不對 我以前還沒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九王神宮是不是有一招 第九招終極式 對錯問題回二座 到底誰對誰錯 回到作品作者去判斷就知道了 作者曹子沒有 破壞他哥哥的記錄 這是作者的問題 作品呢 這裡是勸他哥哥不要害我 所以這裡相是單相的 叫他講的是代詞幸福是沒錯 可是很妙的就是剛剛提到 對不對 同學又說雙相的事 所以我們要帶大家看一下 那假如那就是同學學科 我問的那個學生 人家這裡代詞幸福是單相的才行 其中相間上乘了 主鬥然鬥其鬥在俯衝去 而去表示用鬥 金間主鬥之過程 無欲分 這個沒什麼 對我們那個程度當然是罪文 那洛陽親友 所以看不懂嗎 對不對 第七章教你找對 先抓動詞 你不要動詞抓成名詞 所以這裡我後面複製一個 就雌性的問題很重要 你看幹 我還不吝嗇 反正這個空間那麼小 我就舉這個例子 幹 你聽成素幹 高幹的幹就聽不懂 人家罵你幹 你還問說什麼幹 素幹還是高幹 是不是死性抓得錯了 人家是在用動詞說這個幹子 對不對 你還在有何貴幹 粗話髒話 不是用國文 不是用漢語說的嗎 你再不讀書 只要你會講話 除非你是漢語 漢語也會用腦袋想事情 對不對 除非你是啞巴 為什麼國文必修 你跑得掉嗎 只有附庸風雅喜歡讀國文的 才需要用到 那你就不要用幹 你可知道幹是什麼意思 幹就是標準的文言文 省略主詞 省略受死詞 留下一個動詞 你會這樣講嗎 你用幹的人想得錯這些嗎 這就是有讀書沒讀書的差別 省略主詞 被人家賣掉都不知道 有讀書我用 我還知道這個 就像我們現在買東西 沒讀書的就好像買肉品 食品 蔬菜 人家賣你什麼就吃什麼 有讀書的還知道查履歷 是不是有機認證啊 什麼認證啊 對不對 現在不是有履歷食品 前面我們提到的 差就差在這而已 歐山 不是就是這樣 人間萬事 什麼東西 所以都不肯去看 語言人生 裡頭就談到分類的問題 人家很多人就喜歡這樣分類 文言白話 讀書的跟不讀書 愛國文的和不愛國文的 你分類去幹嘛 人本來整個大自然 宇宙本來就一體了 你為什麼人家有句話說的 好印相信息相遠嗎 本來就一樣的 後來是每個人的環境或發展興趣才各個不同啊 可是當你每一個都打通了 知道他的原理的時候 拿到這些隔閡 是不是 以前愛中文的 像我自己領悟之前也沒想到 三字經粗話裡頭 一大多文言文 光幹就是了嘛 幹什麼意思講給我聽 講不出來就是文言文 白話文你應該講得出來啊 白話是明白的白耶 不是白癡的白耶 你反而變白癡了 隨便問你一個白話 像土如其來 白話文嗎 土如其來白話文 異經耶 異經會是白話文 一個字沒動 我隨便問你啊 土如的如什麼意思 其什麼意思 點點 你在用文言文以為是白話文 你給我解釋一下 其漢來 其漢來 如的意思 又講嘛 唉 像我馬上又上的禮上往來禮記 你看都變成白話的常用的成語了 那我問你上什麼意思啊 我當然都挑最難的嘛 一樣啊 語出禮記 禮上往來 禮記會是白話文嗎 天天在用人家文言文 然後說這是白話文 唉 為什麼我的粉絲專頁為什麼說 那時候還沒貼這個圖的時候 介紹關於我們文工欣賞 對不對 那時候我還性別人 有時候就是一個靈感 後來有時候為什麼沒有感 覺得真是經典 也不知道那時候什麼 就自成所至嘛 你的心只要就像我們學佛一樣 所以修到清淨心自成真的感通 就跟真心明合 像那個柳忠祐說與文化明合 你就 我從不覺得文語文化有多大合啊 自從我最重要是 開始讀懂文言文之後 也不覺得文白夾雜是多大的最後 生活中都是文白夾雜 過在你如果夾雜到人家反應不過來 轉不過頭腦 像你用突如其來為什麼用的那麼自然 沒人會問你如什麼意思 騎什麼意思 就整個突如其來 就變成一個語會 一個聲音 用上癮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在無聊給你問一下 你馬上卡 這叫做文化的夾雜 文白夾雜的標準在哪裡 再來有另外一種是怎樣 它是文言文 你用在白話 讓人家突然轉不 頭腦轉不過來 簡單來講為什麼 怎麼會被夾雜會罪過 造成溝通上的語言 語言文字會為了溝通 你只要造成溝通上的困難 太多的奇異 讓人家混淆 混淆的話 那就還是罪過 那以前都不懂 國文老師就是 不能文白夾雜 就是一大堆好像都給你扣帽子 對不對 也不講出所以 就是不能這樣 不能那樣 為什麼不行也都不講 現在自己懂才知道 那些國文老師 以前那些老師 到底是真懂還假 還只是拿薪水交交國文 教材了事這樣 重點是這個 你別以為我是中文博士 理所當然 你們白的原來是物理 主主長 早就像我臉書 早就有分享這個 我自課 我原來是讀理工的 那時候我也最怕考 閱讀測驗 但是我也讀不懂文言文 怕到要死 考中文被注釋翻譯也沒問題 你想到閱讀測驗 每次都出好幾分對不對 一定都十分以上 你覺得哇 每次猜都猜錯 幾乎都看不懂了猜錯 乘幾何時啊 現在幾乎沒有一題出 閱讀測驗考得到我們 乘幾何時 前面不是在講人就愛分類 那我到底是中文系還是理工系的 那我讀中文就只會讀知乎哲也嗎 我自己還讀程式西下 你看我實經修裡頭有西下 我自己還寫程式有時候在實經修修給各位看 那請問程式是理工主的還是文主的 我剛剛講的為什麼說 本來就沒有分什麼 後來為什麼分那麼多 所以論語裡頭有一句話說 君子本來就不棄嘛 就我們現在才分喔 棄你是什麼棄 你是什麼棄 你是什麼棄 你是什麼系的 那是人的生命有些 知也無涯 生也有涯 那沒辦法 可是假如你自己一個呈現 我就是愛中文 我就是不愛英文 我愛中文我不愛無理 我愛電腦我就不愛中文 那你就是自己精乳化嘛 自己畫地自現要灌神 自己去查 現在你畫地自現 一個字一個字讀 都是哪 所以你看我在哪一篇不是白話文呢 從古今河嘛 以前就被交換 文言文字百話 所以我就罵 剛好武士運動 今年一百年 滿一百年還剛好 轉眼已經過了半個月了 那時候沒注意 可是那時候武士我貼一個 最近看到人家講百年算一算 對耶剛好一百年 台灣比較不中這個樣子 還是我不看新聞不知道 今天有媽媽武士運動這些 所謂大家大師在大什麼東西 我講簡單 你看我這裡在講 秦官的切橋線 你去找胡士芝編的詞弦 你看他有沒有像我講這樣 到底他懂還我懂 他大師 以前我們也是崇拜 覺得他們像神一樣了不起 等到我們長大懂 原來你們都是 就像以前的偶像 拜偶像迷信 那假如你懂 為什麼你在編詞弦的時候 不把我們教會呢 那你就是令法 為你留一手啊 自己去比看看 到底誰真讀懂了 仙雲弄巧 非心殘赫 銀漢條條暗讀 比比看 你看我獎益教材裡頭 多少版本 附在那裡 你看 有頭有臉的啊 上海古籍對不對 應該不會太爛的書吧 你看看人家怎麼解釋 銀漢條條暗讀 第四個 銀漢句 牛郎之旅 銀河相會 每年七星 很抱歉先生你抓錯對象 七星大法早就提醒我們 不要抓錯對象 永遠注意對立面 七星的對立面是什麼 不是七星的日子嗎 是非題嗎 是與不是 是七星和不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只有七星嗎 人家這個是在講 不是七星 你就非要說 它是什麼 七星相會 對不對 人家這個是平常 這個時候才七星 寫到這一句才一相逢 這個才秋天嘛 金風秋風 日秋 這是平常的時候 只有藉由仙雲和飛星來傳達他們 在銀漢兩邊的思念之情 你看 我今天在補他們 你看弄巧人家 情觀用得多好 弄巧不就裝神弄鬼嗎 因為你看天地 你看天公天神 主要是要把他們犯法 犯天條把他們隔開 就哪知道隔開了 他們可以互通款取啊 暗渡成仓嘛 對不對 暗渡嘛 銀漢條條暗渡嘛 暗渡成仓是暗渡漢水嘛 漢水剛好是銀漢的漢你看 因為以前漢水很大條 現在還是長江最大支流嘛 所以銀漢的漢是這樣來的嘛 也是表了很大的一條河 天上很大一條河啊 漢潮的漢也是從漢水這裡發跡來的 那麼多表哥園 你認為這些漢都沒有關係 你看弄巧弄 捉弄 是不是捉弄老天爺嗎 對不對 你把我隔開 你以為你隔得開我們嗎 所以才兩情若是久常時 又起在朝朝暮暮 你把我隔開又怎麼樣 我們兩情不會因為你隔開 就怎麼樣吞舌 很屌吧 這就是情觀這一切是真正的遺憾 你看前後呼應的多好 你看人家怎麼解的這個 像我之前讀也是 啊仙雲弄巧 仙雲弄得很美啊 我原來讀也是巧 巧就是美好嘛 現在還有人說這個秋天是巧雲 很好秋天巧雲 可這個巧是什麼巧 除了秋雲或者美好雲 裡頭有巧妙巧思巧慧 你看你給我隔開 可是我可以置雲啊 對不對 師女織布成雲 雲朵可以 尤其還仙雲飛越凝翰嘛 那不是把我的思念 按通款曲傳給牛郎 那牛郎不會織布怎麼辦 有飛行幫他傳嘛 多美你看前三句在講平常 清風一路一鄉佛開始才講七夕 後來講什麼 分別嘛 對不對 你看每個詮詩的邏輯 是不是這樣完全認渡二脈打通 你說哪一本詞選跟你這樣講 可惜我現在胡適之那一本 因為我印象以後 他就是有些住的好少 愛住我相信他這個也沒住什麼 我很好奇他因喊喊喊喊度 看是誰在度 又來了是不是動詞的主人是誰 你只要知道對了這一題就答對了 你總不會抓成銀漢在那度 我原來還抓銀漢在度 可以 那是另外一個答案 那如果不是銀漢在度 是誰在度 你看燒找 再燒找也是 看照片就好 今天傳的是這個 你看就燒找這裡 有幾個人會這樣跟你講 其實也不多打幾個字 可你看我們買到的書 都很多空白 多打這幾個字 我請問你是佔了你多少成本 那我就合理還以你根本就不懂 也不懂用很簡明的方式 教我們讀懂 原來這個句是這樣來的 這樣不是好清楚嗎 銀漢條條暗渡 原來是暗渡條條銀漢的道裝 先倒去從此我給他還原一下 再來呢 還原完了是誰在暗渡啊 暗渡遙遠的銀河 找對主持 是牛郎之女嗎 你看剛剛那一本就是 當然不是他被隔開了怎麼暗渡 那如果是七夕這一天幹嘛要暗渡 所以有人解釋說這個暗是晚上 有人晚上渡過河叫暗渡嗎 暗渡成昌那個漢朝很有名的成語 都早就有了 暗本來就偷偷暗暗人家不知的 對不對 怎麼會變成晚上呢 就是不懂 硬拗 就好像很多解經的 像我們前面討論那個卷 卷豚卷盾 不知道你看那個學生就試貨 學生在日文系 希望他以後有所成就 他學日文了 他日文又學好 中文又打好 相信他以後會不得了 當然希望自己的學生 都是超過自己青出一覽 哪有的都是只有老師型 你看 那平常不可能 牛郎之女的肉體 身體去渡 那什麼渡 心意 那心意什麼渡 我是不是借有仙雲和飛行 所以怕大家程度不好再講清楚 牛郎借著飛行 織女借著 可是不要代代有科學語言讀法 牛郎一定飛行織女仙雲 牛郎織女的雲飄過來 牛郎不能再寫一寫再送回去 對不對 反正是神話 他們有神力 但不要那麼呆那麼死 那飛行不能幫你織女傳嗎 當然可以只是說暫時這樣 這叫護文建議 那是不是很靈活 你真的就像說 彈琴學因為的孩子不會變壞 你文學語言學的好 同學會呆嗎 會癡呆嗎 會癡呆嗎 你看那個西方哲學走到最後 為什麼變成發展到語言學 存在主義 談論這個語言 你才發現語言才是哲學最深層 人家哲學還是萬學之王 對不對 愛知之學 可是哲學的根 跑到最後還是歸結到語言文字 你就知道語言文字多重要 還這樣吊兒郎當的 以為只有中文修畫 喜歡附庸風 在那迎風弄月的 才要學文學 到底誰誤導這些眾生 自己說誰的罪過 斷人法生賄命是什麼 罪過自己說嗎 在佛門 懂得你也知道 洛陽親友如相問 洛陽親友如相問 你看剛剛就是因為 你看隨便拿一句 我們是不是就讀懂 天字還原 不就好了嗎 這裡啊 在洛陽你看站還常常省略 我們回來這裡看好了 我的 這是學校的雲端電腦 這是我自己的電腦 切換 天字還原 你看常常再要省略 你說我這個還排第一個 這是反正 就經驗累積 你發現一個就把它記錄在這 變成一個筆記 歸結其實也沒幾個 光這幾個就很受用 假如你要死背也可以 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碰了太多 就自然就熟了 一回生二回熟 還需要這樣呆呆的去死背他嗎 在洛陽的親友如 如果 如當之想不止 問其我來 對不對 來你看又來了 剛剛天字還原對不對 是不是有來 是不是有來 還最後一個 剛好再一個 來的是最後一個 我這個沒有版權 我真的要收版權 像那個學生跟菩薩說的 這個是我自創的 好 我要去法律申請專領 我下半日也不用脫波起石 大概有空 我每個人用一次給一塊一毛都可以 哇 一輩子大概吃不完 你只要用到 這是天字完顏 你會用我第五招 道莊道序從我第五招你用 相對位置 打動詞 誰會承認你 這是我的 可不可憐 這些什麼都不是的 才剛考上那個大放厥詞 你自己去第一卡查一查 所以你看人家西方第一大哥 蘇格拉里說 我唯一知道只有我無知 他只會覺得自己無知 可是你看這些學生菩薩們 哦 覺得這個老師不好 這個老師怎麼樣啊 什麼都知道 只有你最知道 你比蘇格拉里還要厲害 我們都不如你 可笑自己 所以才說半瓶水響叮噹 嘖 你看那個孩子 哪一個孩子會覺得自己不好啊 除非被大人打了 被大人管 當他搖擺起來 都覺得他是 King of the world 是宇宙世界之王 若在六陽的親友 親友跟白話一樣 如果問其我 所以這個香 他要問我 一片冰心在 你看 他因為後面有在這裡 當然要省年了 避免重活 這個在跟白話在不是一門一樣 對不對 這一片冰心就是 新年快樂 找對主持誰快樂 第八招嘛 那是 誰的冰心 我王昌林 我的心 就像冰一樣 所以叫一片冰心 不是我的心結凍了 冷感了 不是 因為冰和玉 形容高潔 乾淨 一層不染 在玉湖 不但心好 而且在玉湖 保存得好好的 不會受外界染目 王昌林 福隆樓宋 心見說道 如果 洛陽的親戚問其我 何之章回鄉樓說 和同 他這舉的歷史都蠻好的 我以前 你看 我這樣罵一罵 我以前國恩老師 當然他們對我有恩 現在只就事論事了 當然也不能太刻著 因為中學老師你要怎麼樣 有時候他也身不由己 不可能講那麼多 尤其小孩子 第一個小孩子的程度 或者他可被洗澡 第二個時間問題 第三個 現實為了升學 好 所以可以有那麼多幫他們開了 可是 到了大學中 沒有再有理由 所以我們 對不對 哲無旁貸了 你看哲無旁貸也是文言文 貸什麼意思 為什麼跟那個房貸的貸一樣 到處是文言文 是白話文 我隨便考你一個你的島 白話文 還不想學文言文 就不要用 就像剛剛那個九王神功 七星辣 都不准用 用就罰錢 很吸八糟了 你看現在世界 為什麼這顛倒很誇張 小人真的黃中悔氣小 娃虎雷鳴 外衣裡有響叮噹 有些人家說君子 大人不寄小人過 小人就囂張 覺得他才是對的 就好像前一陣子 常說吵鬧的孩子有糖吃 對不對 不管對不對 反正我聲音大聲吵就對 兒童相見不相識 對不對 兒童看到我 不認識我 這個很好 你看我 我那時候單字想復始 都沒想到這個例子 讚嘆 你看我們都是舊式認知 他前面那個分析的錯 或者偏差或者囉嗦的 我們否定 這個舉的例子好 非常好 很用心嘛 來找了 即使他查資料過 也要篩選 兩個鄉都是我 很好 一燈相照 一燈照我 好像前面那個明月來相照 是一樣的 出門相迎迎 出門相迎是迎你 對你說當然我出門相迎 然後對我如果要到你家 啊不用你出門相迎 當然不一定是贏你 不用贏我對不對 他這個有問題 你看 剛才俄樂他 我們都糾事論事吧 所以你看 你就發現人家這個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都常常會怎樣 犯七星大法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謹記在先 人家就像佛菩薩試見公不看 見不閒而內自行 我們自己也會犯錯 也會死在一點上 看到人家跌倒了 看到子或者自己這些是跌倒了 不要被同樣一顆石頭在半額倒 半額兩次嘛 你才知道 炎灰為什麼不二過 就被孔子那麼稱讚 對不對 甚至變成孔子其次 比真子那些還了不起 所謂的復聖 他最高級耶 孟子其實比不上 只是孟子貢獻比較多 所以孔孟孔孟稱 其實就修行成就來找孟子是不如 所以人家說孟子只是賢人耶 可沒有人說炎灰是賢人 人家稱他叫復聖 什麼復聖 那真子是什麼聖 都忘了 來查一下 對嘛 炎灰是復聖 那真子叫什麼聖 中聖 李中聖 現在很多人喜歡要聖聖 宿聖 雅聖 你看雅聖其次的 復是平等的耶 嚴盡於聖 課己復禮嘛 就做到了 達到這個目標了 對不對 啊終也不得了啦 終聖 宿已經克上 少數繼承了 雅赤之了 剛剛更等了 這兩個是不得了 終也幾乎跟做到是S 復等於是 我們甚至可以換部 部首變成復印 復製品 對不對 復製人 現在什麼復製的 基因復製一樣 對不對 由其現在大陸 這個根本都同一個字 合成同一個 所以 你看克己復禮 所以稱復聖 就是做到 他就跟聖人是一樣 是因為這樣才叫復聖 奇怪 因為他克己 我覺得應該不是 當然也可能是像他講 可是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他代表 孔子有對他的代表評價這樣 對嗎 祖宗宗廟 所以 曾子 所以這個宗不是 假如真的是像他這樣講的話 曾子還次太的 復聖是第一名正的 所以復聖就排第一 那這樣子是因為他主張那個 所以叫宗聖 那不是 我們剛剛理解的是祖宗 我們說宗師 那一定還有他 那亞森當然就是 那邵書這個詞是繼承的 那亞就刺啊 讓人刺你的 你就知道不餓過的重要 不要再犯同一鄉一次錯嘛 為什麼是贏你 不能贏我嗎 這就是他漏掉一點 對不對 因為他思維 我們讀到現在可以發現 這位先生他好像從 會陷入他自己的邏輯 就沒有想到別的可能 這樣不行了 他一定沒有受過思想芳郎 而且也沒有聽過我們的 齊心大法 叫你永遠注意對立面 對不對 心裡要想到神裡 有沒有講過 病 我講過生病的病 你以為是生理生病 我罵你神經病 你不會覺得是生理有病 你常常被人家詬病 也不會想到生理有病 那你為什麼看到一個病 就一定是生理病呢 是不是就好像這裡 相贏就一定是贏你 不能贏我嗎 對不對 就是說思綠不周 不周全不周密 實不相瞞瞞 你這個前面看過了 郭義詞典有用到這個 若陽心有如相問 你看 這他也是初心的地方 對不對 若陽心有如相問 你看 要命 自己矛盾 唉 這一篇不及格 這個致命傷 才說他用心 遠來相親 你從很遠的地方來 親近我 啊 遠來相親 遠來相親是看你 那親是看嗎 這個有問題啊 那當然 他這個可能是意義啦 我們這個 遠來相親是有可能是看你 那可的講話是我來拜訪你 我從很遠來相親近你嘛 來親近你的意思 應該說翻成親近你 當然白話可以翻成看你 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原文是什麼 就這四個字是可以的 不敢相反不敢煩你 因為我們用不敢相反 絕對不會煩我煩他嘛 所以這個是沒問題 可是剛剛那個相贏可以贏我 對不對 就不能光贏你啊 再來 再來 再以此不及之物相邀邀請你 這是可以的 用這個不及的事物 你看這個白話文嘛 單字想文就最簡單 一照第二照單字想文就通啊 什麼文言文 他只是把副詞改成單字 文章又簡潔少搭幾個字 文言文有什麼不好 跟白話文差在哪兒就搞不懂 只差在你大家程度差 教國文的又獅子 你覺得好像天壤之別 差很多 真正有差的像甲骨文 上骨的 像上述這個真的差很多 那個很難的 對不對 可是難還是難中有義啊 像剛剛講義經也算很難的 你看突如其在大用 其實一般的文言文跟白話文 根本差距沒多少 那是因為程度爛 那民國以後 五世紀都搞壞了 把大家程度弄更壞 甚至錯誤的觀念以為 白話文原來是對立的 然後要推行白話文 打到古文 丟掉現狀書什麼的 所以你看白話文弄成這麼爛 教義這麼普及 國民國文程度 竟然爛成這個樣子 從來沒有聽到人家出來檢討 國文教育是出什麼問題 怎麼會這樣 那這些國家花那麼多錢 養那麼多國人老師在幹什麼 養那麼多國人專家 你看完只有我們錄十經 誰在錄啊 現在禮拜天 大家在幹嘛 不是休息 就是跑去玩 親子活動 是不是自己說 自己老實講 你們各位在幹嘛 你們先進了職再去爽嗎 而如意無辭相達 然而你也沒有 無就沒有嗎 沒有話 回答我 對不對 沒有話奉告 對不對 直接轉成縫告 你看我用縫告還是蠻文雅 文言文的感覺啊 文言白話根本就融會在一起 真的你懂 問題是在國文程度 不在什麼白話文言 真可惡 我現在真懂 我光拿到博士證書 我都不敢講 現在還教書 這十幾年教書的經驗 我才真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國文教育 我讀完國文博士的程度 程度都還不一定有現代資料 那麼貫通那麼通醜 什麼車霧大車大霧的感覺 那我要謝謝自己 那時候研究翁方剛在寫博士論文 自己去讀原文 那怎麼辦都沒翻譯博士 是想辦法應用資料庫 我自己用回電腦寫成s 就這樣 然後 研究所要斷句嘛 那個左傳這些 論語是說才想到 有時候斷錯 不會讀的才慢慢歸納 那時候就開始成形這個九陽神功 後來藥家書剛才整理 哎呀沒想到 還好那時候是走對路 就是這樣 因為那這次玩那個 張耀元老師以前補習 張耀元老師給我的一個啟發 他把這些方法歸納起來 你跌過焦的 下一次就不會再被 同樣一個石頭絆住 然後碰到難的 你就想想以前曾經有哪些經歷 然後七星九四 保留這些方法經驗的經歷的精華 作為一些要素去提領你 靈感提領你 這裡是不是往這裡想 你就破解了 你看我們破解 琴棺的雀橋仙 李白的月下獨走 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點突破 哇空了 人就是卡在那一點轉不通 像剛那個人贏你贏我 卡在那一點轉不通 那個代詞信助詞 他一定要說這個我是省略 卡在那裡轉不通 所以沒什麼大學問 就是轉得通轉不通 就差很多 你看我們大家都被蘋果被東西砸過 為什麼只有牛頓想通了 發現萬有引力 沒什麼嘛 對不對 也不是說他有特循 他被蘋果砸到 我們都沒被砸過 可是我們砸到 我們都想歪了 對不對 我們永遠也不會想到 這跟引力 東西互相的吸引力有關 因為你這裡不去想 去想別的 當然就走 圓木有求雨 永遠走不到相對頭的地方 怎麼會發現東西 你看哥倫木發現新大陸也是 走對路走不對路 永遠找不到 怎麼會發現 相迎不到遠 引你不到遠 他會講引你 光就這一句的話 相迎不到遠 我來這裡 拜訪你 講一句相迎不到遠 這個道可以說 說就以為 不會認為 或者我們翻成嫌 嫌棄最適合 不會嫌很遠 要跑來那麼遠來迎接我 可以啊 這一句 當作我來這裡 你遠到來迎 我可以這樣說 相迎 你真是相迎不到遠 可是他這是因為卡在什麼 可能是長甘行 對錯問題回二座 回到長甘行本據 當然是 當然是贏你 我要迎接你 他這就錯 我們前面有批評過 你這裡要住民處處 光就這五個字來講 像我們剛剛講 這裡還是可以贏我 不是光贏你 所以你就發現相對贏的時候 你要注意啊 不一定是贏你 對不對 生不能相養 乙共居 奉養你 要念養 這我不知道 要看他這個 就是可能他的親人不在了 生的時候不能 供養你們 奉養你們 釋養你們 釋養你們 釋奉你們 然後 鵝 這個乙是鵝 講過乙可以同鵝 那個食物裡頭最多了 有時候用鵝 有時候用鵝 因為鄉養 就要以奉養你們 而且共居 兩個動詞中間要連接詞 奉養你們 而且跟你們住在一起 君和之相識 如替託 就是 你為什麼 到了這樣的程度 什麼樣的程度 視我 好像眼淚或者唾液 就是不重視的東西 拉斯拉爾米家 所以你看 我沒有偷看後面 視我吧 君當然是對方 你 為什麼 會到了這種程度 為什麼會對我這樣 到這種程度 核子 這個核當然多成為何比較對 我們前面學過核有起 南到還有哪裡 這裡當然說 你哪裡到這種程度當然不對 所以 這個核要注意 哪裡和南到 常常是反面的意思 這也類似我們常碰到一個字 是有雙極意思 你要看他到底是講什麼 像我們講最常用的立席的席 我以前都舉這個例子 你看這個是美人的美 講美女 這個還沒收咧 這是因為我以前有個學生 名字裡頭有這個 一查 好像念三聲尾 聲調不重要 我剛剛提到 好 你看又是念一聲 到底一聲三聲 那他聲調可能是辨別字意 你看喔 念威的時候 是 又美 念尾的時候是醜 是不是雙極 到底是美是醜 用字意去辨別 可是你看同樣念約 威一聲的時候是美 美的話通常是讓人家很喜悅 那同樣念威卻有相極的意思 通常讓人不悅那個臉色也很難看 對不對 就悅不熟而已 你看這個內行看門道你這些還會難嗎 什麼不好學的搞不懂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講好幾遍 真的好想趕快往上 我有自信 我會像犯苦一樣 除非我的資料都引游 或被人刻意抹殺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都沒有一個 像我們這樣講的那麼清楚明白 那麼負責任的 然後更感謝同學菩薩配合演說 你看把我說的那麼難聽 善孝成這樣 他考驗我們的修養嘛 還有學識 我們也沒去跟人家計較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善孝才知道 你看真的是陽春白雪嘛 曲高賀寡 對不對 那到底路窯之瑪麗 到底我們的國文是正道 還是你們那個國文是正道 日久見人心路窯之瑪麗 對不對 曲高賀寡 幾千年前就有的現象 這有什麼好戲劇 水清無異 繼續我們這一集就到這裡 那等一下下面看別的 那我們可能不會看完 哇 假如每篇都那麼長的話 至少這一篇他主張那個相互相不能算代詞幸福 這位同學要注意 再來 移船相近 邀相見 這裡應該斷句 移動的船靠近我 邀我 邀相見 邀相見 邀請我來見你 應該是這樣 邀相見我 邀相見我 他這剛好跟我們解讀的相反 總之這兩個相是不一樣的人 對不對 那可以啊 我如果這個主詞 因為我們抓這個是對方嘛 對方的遺傳 那假如是我來遺傳 當然相近靠近你 邀你來見我 邀相見我 那假如是你移動船來親近我 親近我的話 那就是你移動船親近我 那就是你邀請我 來見你 對不對 對 這剛好顛倒嘛 要注意 這是什麼句子 這好像濕了 那這個他 我們的錯 他們對的話 只有一個理由 像剛剛長單行 有上下文的問題 回到二座 看他是什麼作品 你看大家都考這個代詞性肚子 原來都隱爛了 變成大家公用的例證 那這到底是誰的詩句啊 不要加隱號的話 誰的詩句啊 那都變成文法 文法題啦 也不講的是誰了 喔 琵琶 欸 琵琶行有這句 啊完蛋了 琵琶行我今天那麼陌生啊 哈哈哈哈 哇 琵琶行有這句啊 我怎麼完全沒印象 琵琶行 只知道 那個 有爆琵琶半遮面 只剩這一句還記得啦 所以以前學的啊 都哩哩哩哩哩哩哩 現在學就刻骨明星 為什麼 就是真懂 文艷明華裡頭 琵琶行真的白居也 所以這你要看那個 他上下 我們就不細就 相信他 啊 哦 認了 文艷明華裡頭會選詩啊 文艷明華就選一些唐朝 眾朝人選唐朝的 是英華 英華就是傑作啦 我們說英雄嘛 出色的 華精華 文願就文章 文章裡頭精華 精彩的 那這個是誰編的 你看複製一下就知道 中華書局的 文明國五十五年 宋朝嗎 錡坊邊的 他好像唸三聲坊 還鳳石邊觀修的文 坊是跟那個黎明一樣 可是比黎明晚 那個太陽已經出來了 那日出 剛出來 好像那個小楓的小一樣 浮小初級 小楓圖上我們張徐雲先生 我很敬重他 他辦我們中國文化學院 中國文化那時候是一流的 請很多高當時絕對頂尖的學者來 他真的是一個教育家 很了不起 他當然也有他的背景 因為他有了蔣先生的 先總統講功能 豈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 又來了 為什麼重複 你看豈能多了豈能而已 對不對 好爛喔 太不用心了 重複都 才隔那麼近 你看我們讀一遍都發現有重複 完了 生字怎麼唸 這沒辦法 這不是新生字 他好像唸上面 可是上面也不會唸就完了 硬硬然吧 假如我沒記錯的話 試試看 好像是 誒不錯我記憶還不錯 這完全考記這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才說 國文不能考程度 誒就是這裏嗎 我忘記了 現在實播也可以分享到 古文共欣賞 舉辦影片趴啊 奇怪 所以影片趴在就要一直播啊 這樣會不會變成一個循環 你看國文不能光考記憶力嗎 沒有用嗎 國文程度不是在比記憶力嗎 要真正會的能力 對不對 你光考記憶力有什麼用 這個我現在念印 印 印念對了 哦 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念印 你看 印好像是賜給 願意 或者是寄成賜給 願意 留下一個老人 國家的老臣重臣 印印然 墨相知 印然是暫且嗎 也不對 他沒有收這個詞 印然不同嘛 不能 墨相知 這個我們當然不要加聲音 這個我們當然不要加聲音 這個我現在念印 印念對了又怎樣 哦哦哦 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念印 你看 印然墨相知 墨之鯉子 錢之鯉子 這也是明天 沒有知他的 可見他是動物的他 開幕自信 好禮鄉 這很好生活化 好禮鄉正就正名 對不對 這很好 我最喜歡這種跟生活有關 這學以自用 哎 文言文白話在哪 有間隔嗎 你這樣看 還會覺得文言王好遠嗎 我但是跟你講 觀念錯誤 那些所謂的大師 學者 可惡真的是 事者一義 我當以誠意相待待你 這個也是 白話也會有 有事相反這個白話 敬請協助 麻煩你 我也是身不由己 這個很好 相比逼我 對啊 這幾個例子很棒 宰相 為什麼要這樣 良一一病 良相一果 這不是啊 這個相是宰 所以我在後面還有一些 考試的題目 這要念相 宰相 彼此相親相互相 你看他說差 可見互相 我們這裡是相顧人人成土色 對不對 稍選地平 地平踏穩 相信到互相 然後觀彼以後相傳南洋府 互相傳說 傳播 對不對 流傳 那就不是 他自己打X 代謝神助詞 我好奇他這個X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X 一般都是用 對不對 一般都是用那個 X 這個不是X嗎 所以萬國馬是00d7 以後用00d7就可以 乘法也是這個 數學的乘法 中文標點符號叫隱匯號 不變示眾的文字 就好像密碼 還有隱匯號 我不知道 有這個標點符號 00d7 你看好嗎 可以這樣嗎 然後按AUTOX 我的裡頭按AUTOX 他就會轉 你看他後面還在叫聚集 所以跑好慢 這麼久才轉 再按AUTOX S就是轉成那一個 那還不錯他用那個 00d7稍微記一下 每次都 我看我的輸入法 有耶 就是難喔 打個難就可以喔 真的耶 欸真的耶 哎呀 竟然碰到直播的 能不能碰到 哇哦 完了 彎掉 趕快繼續囉 趕快繼續 至少這一個講完再 休息 哎 去碰不到 現在有人在看 啊 是我自己在播啦 這灌掉啦 影片趴就 這個分享到粉絲專念就好 這個分享到粉絲專念就好 分享到12堂 所以他的硬硬然是什麼 我看一下 你剛我記心來不出來 念硬突然想到 硬硬 戒慎 笑傲 很驕傲 你的時候就好像喊 莫香之 硬硬然莫香之 哦 硬硬滿就是 那個有點 因為無知而恐懼嘛 就會小心起身 不知道搞不清楚狀況 其實用在那個地盛歌裡頭 也很適合 對不對 人家那個 眾人還不敢 呼吸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硬硬然 對不對 不知道外面 所以只能偷眼四肢嘛 都是硬硬然的感覺 皆慎恐懼的樣子 很好 獻學獻禮脈 溫故之心互相呼應 在那個 靈心之間應該首樣相處的 互相 所以注意啊 但是信父子至少這一篇 他是主張 不能是互相 文選禮脈 曾經表 深海六月 十父見背 前面是鄉 這裡是見 才一半 你看我們要快一點 十父背棄我 情非得意 才出此下這 敬請見諒 那個常說過了 純悲不知後如果有出錯 請乎見孝見怪 然後 見教 就是指教我 見告告訴我 以光物見想 以光物想我 用公家東西 賜給我 分享給我 或給我用 不請之請 請物見據 不要拒我 不要拒絕我 無共不收入 你以後禮贈送 見證 實在受之有愧 其實不用你以 可以省略 文字比較簡略 如果我幫你改作了 無共不收入 後禮相證 或者後禮見證 實有 實有愧 就可以了 那簡潔有利 那這當然見證就證我 至於流活論中 匹夫見入 此處只能做匹夫受入 底膚見入 也對啦 你總不能讀成匹夫 侮辱我 對不對 就是這個賤是背 那他讀成瘦 我們前面覺得過 他這個好像仿都沒有提 我們那個索有提到 可以讀成背 背動的 他前面應該有提到吧 有一點 對啊 可以讀成背就瘦啊 怎麼不行 這個 你不能說錯啊 他沒有打差啊 這個還是代詞性註詞啊 還是 單向的嘛 匹夫受到侮辱 不是互相侮辱 也不是看見的見 還是代詞性 代匹夫本人 註詞 幫助這個動詞表意嘛 不是別人受入是他 這樣是對的 這樣代詞性註詞 這個名稱你了解 所欲 與之聚之 所悟悟失 想要的 你看像我們那個讀不是很懂 想要的 有什麼東西啊 就給他 然後幫他收集聚集 對不對 幫他聚集起來 收集起來 討厭的東西就不要給他們 對不對 這不就懂了嗎 還有什麼所容的好複雜 你看文中所謂是指人民想要的東西 是不是省略了欲的主詞而已嘛 想要的東西誰養啊 人民就好 因為我們沒有看 大概也知道輪 那個是人民嘛 他說輪語就更確定了 這個是找對主詞嘛 省略了主詞 你看他都沒注意 有所就有得嘛 所以其實所就是的 的是代名詞 人民想要的 後面只是 你不想做代名詞 把他代的對象寫出來 就這個轉成形容詞了 基本物詞學 其實不寫這幾個字還不是可以 人民想要的 人民討厭的 不就好了嗎 那何必一定要後面是這個 難道想要的一定是這個 討厭不是 那想要的是不是有情人 功成眷屬啊 包括物詞學 就不包括吧 你看又死在一點上 七星大法 誰不叫你 生理心靈 他都死在生理上 物質上 物質層面 精神層面不管 不是嗎 唉 七星大法 九王神皇 真的可以申請專利 申請專利 我就落地獄 又不用往生了 我們假如格局是這樣的話 可是你看 佛菩薩來度是 至少國文程度我感受 我已經是佛菩薩 大菩薩經帝了 甚至佛我都敢當之不讓 我跟你講 真的 當仁不上也是 不需要謙虛 真的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 夜狼自大 可是真的你看 比較這些 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自己 真的 層次 程度真的不得了 我一再說 我們靈驗自己是爛的 他們好的 可是不是嘛 一比較定狗基之後 王建皇才發現 哇 他們是這種 說大仁則秒之 所以這個 說大仁則秒之有兩種讀法 至少兩種 說大斷句成這樣 你看他們這個文法家 他就說大 他那個時候說 他們說好大 人就是我們這個專家學者 人家說 那個大就關公面前耍大刀就大 那人就是關公嘛 關公則秒之 就是看清他們 對不對 我們說大方之家嘛 遺孝大方 你看 幹嘛一定要添這個勒 你看他們就沒注意 有所就有得嘛 對不對 所就是得 就是 你看我們還跟你們講說 者就是什麼 文言的者就是白話的得 我覺得你們學生愛背 你就背這個吧 你看知知知知轉得吞呢 者跟得是同音字 只不過你不要計較前面才講聲調 者是三聲 者是輕聲 那你就死腦筋啊 方方方幫我們講恩便 到底幾聲 方方方 方 到底是哪一個 對不對 即將那個聲調 其實就是同音字 生母是育母一樣 幾乎就是同音字了 者就是得嘛 那知知知知轉得吞呢 你看不信 者 這個你又念什麼 這個時候為什麼不念摺啊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又念摺 一下念摺 一下念得 到你念得 念摺 知 你就知道知跟得是轉的 否則你看我們那個 九陽神宮裡頭 這裏有啊 聲音變化的關係 你點進去 給各位看過好幾件 你就會開出一個伊斯爾錶 伊斯爾錶 你看 這跟我們這裏一樣歸納的 對不對 你平常碰到就歸納 或者想到就歸納 你會發現 也不要讀什麼聲韻學 我們是通識國文 你光國語這種聲音的變化關係 你就可以 揮納出來 好多原則 就發現好多現象 這就是這一個嘛 知知知轉得吞呢 的原理 你看那麼多 追耶 怎麼會變對 你看新竹的竹 建竹的竹 對不對 台語面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知會轉 對不對 甚至還變楚 楚所以良的楚 那竹你看 屬 為屬 知痴 算什麼 毒啊 台灣獨立 對不對 然後聖 會變成疼 戶口疼本 得特 鄧 鄧子 然後板鄧 這個是成 柳成 證人 證書 其實這就是把古音學大眾化 他搞什麼 這是古音學的 古無舌上音 這好像我們現在看那個嘛 搞一個專有名詞 人家都靜而遠之 好像嚇跑 就是什麼嘛 說穿了 沒什麼當然 說難聽就是一文不明嘛 一文不止 什麼很多東西都說穿了 原來這樣也沒什麼了不起 不說穿就 高深莫測 出去眩人耳目騙人 或者甚至有人拿來賺錢 就好像九陽神功 好我申請專利 我可以賺大錢 不是嗎 以後補習班 誰要用 誰要教書到底 對不對 跟我那個腳 專利金 國歌歌詞 我也喜歡用這個 舉例 我 你看我們 五檔就是我們 門就是檔嘛 就是等 這個很好 三次 我考我學生 你看 你們可以看到我那個 考古題 身手證 可能都找得到 如果是你看過他先前的考古題 這個是 機次 我還是真的肯定 夜校轉日校 身手證 這應該不是我的學生 他才會知乎我名嗎 身手證 那國文是包存你收獲滿滿 夜校轉 唉唷 終於有 希望是真的是正面的 荒漠甘霖 這個也是我的 那個 部落格 我盡量都會有這個 我覺得奇怪 這個Word 那個 這是我給人家留言 你看這個 Google Drive 為什麼就 查不到呢 明明是 你看這個負面嗎 剛好 誰出來出來講 被當了出來講 終於有正面的回應 還在第一看你 真難得 考古題 中國文化大學 考古題 然後 這沒有考古題 奇怪 Google Drive 我明明是設定說 你看所有的國文是爆雷 你再怎麼雷我 我們還是堅持走對的路 是你們自己 這是Google document而已 很奇怪 我這個 你看我網路 雲端音言 明明是公開的 奇怪 他明明網路上可以搜尋 為什麼就是找不到 教學 考古題 試題 你看 試卷範版本 下面 考古題 你看公開在網路上 所有人都可以找到 並檢視這個題 對啊 就找不到 奇怪 我們直接看 每個都說 講的是你看 無黨所終 等一下又忘記講 我故意 唉唷 對不起 預覽比較好 你看 欸 很舊的 喔 倒序的 難怪 你自己看我出的題目 你也可以知道 有沒有程度 或什麼那個 我們都公開全天下檢驗的 不是光台灣 對不對 你看 這個 官匹 放在去微笑 對額等有什麼啟示 額等 這個等就是我們的夢 跟他這裡的 無黨所終的黨是一樣 你看 而且很妙的是怎樣 我剛才領我 所以你看 你 會的通了 我們前面不是講的 會 那就通嘛 真的 無往不利 左右逢 你看無黨的黨 我們剛才關掉那個 以色爾黨 現在也可以馬上開 你看黨跟等 是不是有得 得都是同音 就是同聲母 雙聲 然後呢 你看自行結構 經音力 開這樣比較快 我就不開那個網路 然後 那黨是念安 等是念恩 這很簡單嘛 這個念黃 這個你念什麼 這個你是不是念和 安跟恩本來就會轉 那你不信 我們先開圍讀的 你看 安跟恩轉 例子一大堆 對不對 你看 杭烈士 行走 對不對 然後 撞到人了 兒童 共 巷弄 送 台語是送 台語是送 國語是爽 普通話是爽 坑人 引杭高歌 杭州 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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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不就是等嗎 以前都死被 抗是被啊 你現在就知道他們為什麼 就是一草 甚至還有草 對不對 原來都是無草 所以無類也是啊 就同一類的人嘛 我們這一個集合群體嘛 這樣就了解了 啊 上到他課的人真的很帥 我們看 很帥喔 希望真的很帥 我真希望很帥 你看人家還有收穫滿滿 我倒希望他是講諷刺話 否則真是奇蹟荒漠乾拳 真的 疊破眼鏡 現在有人說好話 對啊 你看這個用心嘛 如果是你看過他先前考了 有一次他有考 如方向的像 又欺信到法 如何解讀的解讀方式 以及九王神功的天空 一般來講 都是從課文抽出一段文字 叫你加一些事 能利用到九王的地方 就多多利用 會有加分的 沒錯 沒有人認同 上到他課的人真的很帥 就11個人 這不是黃中悔氣瓦虎雷鳴嗎 這不是牛記同一兆嗎 你看同樣是 同校的學生同一班 負面的就一大堆人 教育怎麼會教成這樣 好 剛剛那個不錯 每次考試就有我的N 對啊 不管他啦 欸不對喔 看還有沒有別的考古題 那是查考古題進來 只有這一個 這個一定是還算有用心的學生 他是夜校轉日校文化大學 奇怪文化還有夜校 奇怪文化還有夜校 沒有啊 這也沒有考古題啊 哦 他是石鏡秀 這一個我還沒看過 改版後的內容差很多 建議可以去聽孫老師的國文詞 就我包准你收穫滿滿 那就不知道了 這個未必是好事 對不對 這可能是講反話 以目前的前科來看 對不對 可以考慮一些旁聽陳惠美老師的課 我覺得他教的很認真 人也很好 那很好啊 希望是認真很好 可是拜託啊 啊 好 陳吉吉靜老師 欸這個字我還不會唸 照常我同學來學妹 人也很髒很好啊 希望大家都比我好最好 大家就盡本分 不要來偷看我的石鏡秀 再去教同學 可有什麼關係 不要誤人子弟就好嘛 那我跟學生沒緣 藉由你們把正確的國文 交給他們 公成不居 公成何必在我 公成何必在我 都同一個 所以沒有什麼啦 這個只是 未必是真的 對不對 這個一句話兩悶任 這個我知道是什麼 就不看 這有考古題嗎 沒有啊 看過了 都是負面的 沒有興趣的 那些身手針找都找得到 學校考過 真的很精采很棒 武當所衷 就是我們 以前我都不懂 文言文這樣解釋 其實你讀成我們 不就白話文 多好 文言白話距離超近 就是我們 前面我們才講那個中聖對不對 超 那個真子是中聖 很多人 比中聖 啊不對 比中聖 不是寫這個中聖 哪個是聖 一個創作歌手 我們現在也很有資格了 這個中就有中師嘛 武當所衷 這個中甚至自行結構 你加上三是不是在上面 推崇 三明主義是我們 推崇的 你看又有的 這個所就是的嘛 你看我們才抓到要點 你就這樣讀 三明主義是 是神略的是你看 復習一下 你看復習這幾個 天之還原裡頭 是不是有神略的 是的 對啊 是也常常會天文 有嗎 是 對啊 三明主義 是我們推崇的 中 你就覺得中上或者推崇 上就是上書的上 禮上王愛上 中上或推崇 有這個詞嗎 中上一詞 白話好像有用 比較文雅的時候 會用 我一時也想不出來 然後我們 借助他來單字想覆詞 當動詞用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白話的動詞 對不對 推崇效法 沒有嘛 那我用 咦有啊 中上就是動詞 中就是上 上就是中 欸竟然沒有 有嘛 推崇效法 好像還是文言文在用 好像還是文言文在用 可以從中上 以他為中 以他為上 的意思 以他修飾的 可以像為中文 我們看那個國語詞典 那個全文有沒有 規定他全文有 是沒有說這個詞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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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在解釋 多中上師 這個文言文當然我們算 十陽九目 我還不知道什麼意思 明少官舵 對 原來他是用牧名 以中上師 這個姓中名上 官位做到上師 所以這應該是姓的中 中有做姓 這也不對 好 中上卻 我這意思 白話可以用喔 中是尊 你看 中為什麼是尊從呢 你推崇當然就會遵守那個尊者 尊守是從中再衍生出來自義 中不能說是推崇 你看我們剛剛 國語詞典 中 做動詞的時候什麼意思 然後尊守 對不對 可見尊守 不是他第一個詞意 或常用的動詞意 是尊崇 或者效法 那效法就是尊崇的意思 你不效法你怎麼尊崇 尊崇上面 以他為宗主 以他為標準 標竿 文雅一點有一個詞叫歸孽 對不對 是我們做人處事的標準 奉為歸孽嘛 就是所忠的意思 忠就是歸孽 或者忠就是奉為歸孽 四個字 奉 推奉 你看奉自行教教家的手 就推奉 奉在手心 奉到天 一定的點折法度 送董少男去 無因此有所感矣 你看這裡他沒解釋 所以你看用我們的讀不就知道 我因為你 您嘛 對方稱之 有所感觸啊 那或者有感觸的心情 或有感觸的東西 所以這個所都得 這裡是代名詞 它後面沒有出現名詞 它就是代名詞性 所以這裡說代詞性助詞 是可以的 因為它這個助是指幫助動詞表達 有點助動詞的感覺 然後它有代詞性嘛 感觸的受詞 我因為子 有所感 有所感觸 興起一些感觸 那後面考試我們就 尾聲了嘛 聽起來我獨心不必想 陶侃有一次拿公物 孝心母親的頭 有為力以官物見響 非為不義 真無憂 以官物見響 你做官吏 所以他拿公物孝心他母親 你做官吏 所以你看陶淵明原來家教好 對不起 這是陶淵明祖先討 你做官吏 這官吏注意 不一定是 他可能是做官主管 這個通官吏的官 不一定是手下 不是那個官吏那一刻裡頭 那個吏是吏族 他的手下 你如果做一個官的話 用你們 你做官的公物 借給母親 想就是我們說良想 以前在軍中發那個良想 就是反正有價錢的東西 給我 因為這是他母親講的 這件事想是給我 非為不但沒有利益 但就是為字 非為就是不但 不但沒有利益 對我沒什麼好處 意當然要找對主持 對誰有好處 有嗎 乃真無憂 尤其你看他上下文 可見他前面的無省略 後面就沒省略 這誰的意 無意 誰的憂 無憂 乃真無憂 這個乃是強調用法 不是是喔 也可以講成是 是就好像英文講意思強調 真的 我們說的確的敵 真是 只是 平天 真天 我的憂愁 我的擔心 擔憂你不學好 擔憂你以後會 小時候偷什麼 長大頭 這時候拿小了以後 越貪越大 見想的見字 為代詞信助詞 代稱我 故見想即想我 下列文句中的見字 何者也屬著 你看出這個題的老師還蠻公道的 怕人家不懂 代詞信助詞就講這樣 也屬著用法 四處履行 真廣見聞 當然什麼是嗎 見識和聽說的 看到的和聽到 招待不都請多 原諒我 當然就表演的逼 然後 閣下所言 何以見得 來很好 何以見得白話也常用 這麼多 大家都不講 你考試也考 考了我 你老師出了題老師 怎麼翻譯 有四個字 怎麼 您說的內容 或是主張意見 用什麼地方 何以就以和 用什麼觀點 用什麼角度 用什麼方式檢驗 可以看見 你講的觀點是 見得就是看到 看到得到嘛 所以見得就可以翻成看到 可以看到你的觀點 神略什麼 是正月 或者你這個得可以賭成得標 中獎 得獎 所以這是用什麼 看得到 看得到你所言的 你說的 所言就是說的嘛 說就是言嘛 得就是所 這個言是動詞 您說的 從用哪裡可以看到 或者從哪裡可以看到 這也可以翻成從 你知道它的用嗎 翻成白話可能不知道 從哪裡可以見到你說的是 可值得采行 或者怎樣 所以這個還是見 看見 看見又來囉 清新大法 五官會通 不要看見就是眼睛看 意思就是什麼 心裡頭可以理解 可以認同 懂不懂 像我們學觀彼的時候不是說 太守聞其事嗎 太守聽到這句話 其實也可以翻成什麼 太守知道 那這一樣 不是光看到 可以認同心裡的作用 對不對 不要眼是眼 心是心 嘴是嘴 有時候這感官是可以回通 那一樣帶回二 對說你帶回二 只要是對的 都是對的答案 那你還可以比較哪個答案好 哪個答案比較不好 哪個答案更周全 哪個答案還不夠周密 這樣你就會找答案 找到好答案啊 再來 論點欠要見地不凡 這跟那個一樣 見識 那來到見 眼睛看到 就表示心裡認知的或智慧 我們講前面講智慧的會 你會了就有智慧 所以看見的境界 這個地可以講 你近地還地地點 對不對 不一樣 看見的地方不同一般 一般就是凡嘛 不就不一樣 不一般 不同 可以翻成不同 然後下列 答案答案B 下列這個引號內皆為代詞性註詞 其中所指代 所指代 指示的代代表的人稱不同於其他的事 所以都是代詞性註詞 可是所指代的人稱不同的是哪一個 所以你也明白代詞性註詞的代 就是代名詞 指代的意思沒錯 對不對 他在句中文法裡頭是一個註詞性 可以幫助語意表達或者 主要是動詞的表述 有點註動詞 所以甚至可以說成代詞性註動詞 可能都可以 因為你看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這所有都要跟動詞連在一起 對嗎 跟動詞很有關係 這我們可以歸納到九陽神功哪一個方法裡頭 這也很有關係 尤其這個跟詞性有關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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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沒電了 我們這個 等一下 插上電源 這個就不會過熱 那個小米的手機 你看便宜 未必5號厚 對不對 證明便宜反而還比較好 Sony那個旗艦板還那麼貴 所以結果常常過熱就跟你 現在這裏插電 可能這裏不能固定 放個地方 好 希望穩當啊 圓滿 其實它跟動詞有關 可以說它是助動詞啊 對不對 助動詞 本來就是幫助動詞表達 一種詞 一種 性就是類啊 它有這個性子這一類的 詞彙、字詞 這裡講詞 我們說有單字詞、複字詞 其實詞是就語言的單位來講詞 我們說詞彙 其實一個字也叫詞 那叫單字詞 因為它可以表達一個語彙 一個語言的一個單位 所以你要注意這也一樣 像七星大老標 詞就是科學讀法 詞一定是兩個字以上才能叫詞 那你就呆了 其中所指跟別人不同的是 果然你剛才覺得有點不太聞 現在應該會聞一點 遺傳相近 妖相見 妖相見 這當然要知道那個 否則你也不會 像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那個琵琶形 對不對 遺傳相近 靠近我 然後呢 邀我來跟你相見 所以邀見你 就是念你 這是我這兩個就不一樣 相托之言 甚物相付 就是託付你的話 不要辜負我 你看 這個相是你 他如果框這個的話 這是一組的 這都是你 物相付不要付我 不要 慈付背棄我 那 非子天機清妙者 豈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我 所以這裡都是我 只有這個 答案當然是A 親近你 去見你 最後一個稍微講一下 這其實就是 原來前面我們好像 不及之物相邀就是這裡 對不對 那你可以查原文是什麼 我是沒讀過 所以很陌生 可是我不想先看 那表示我的程度還差一差 就這個斷章曲 看這一句 天機是什麼意思啊 天機不可洩漏 你都被白話文干擾 所以你有這個九陽神功護體 就知道啊 斷句 這天機就不要馬上想到 白話文你熟悉的天機 你就知道常常都會中陷阱跌倒 不要被石頭絆倒這樣子 那天機你看跟天然有關的 機又是什麼 機關 剛剛不是機密 天機是機密 那這裡表示什麼 你看上下文表示 子是你嘛 不是你天機清妙的人 這者就得 剛剛才講 難道能以此不 這就不是難道 哪 你看 你看 我們就講哪 難道兩個雙擊 相反的意思 這裡也是發生哪 人像 世人哪得知其故 對不對 其有妖物古皇之 哪裡有 所以這個其 只能讀稱難道有 我們 林詹梅的一陣歌 所以一般人都讀稱 喔喔喔喔 他就覺得是妖物 對不對 這個其 這樣我們可以補充一下 其一定是難道有嘛 也可以是哪裡有啊 難道 對不對 也可以是什麼 哪裡有 你看我原來也是只讀難道而已 要注意這個 其也可以是哪裡 對不對 如果是哪裡有呢 就是否定啊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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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非常注意 像那否定那個定也是不常用的 我要把這個放在前面 好 可是台灣地名很多叫那個定 好 這個字不常用喔 為什麼到可以用 你看奇有沒有難道的意思 哪裡 有啊 其實如果難道還有 你看雞七七轉哥呵呵 你都知道他怎麼變 是不是有當然還是難道 難道怎麼而反決其感哪裡感 欸 難道感 這反而 就哪裡啊 哪裡有這個道理啊 難道有這個道理不可能嘛 哪裡有是否定的嘛 反決嘛 所以難道可以 難道感 怪怪的 這應該是哪裡怎麼感嘛 哪裡感 其有實力怎麼有實力 或者難道有實力哪裡 難道感 其實也可以 可是還不如說哪裡比較好 對不對 還是說哪裡比較好 那這個反而是是否是不是 那這個奇怪 通常是 這個難道是要放在這裡 比較對 你看看一下難道 加難道有冤嗎 這都肯定 難道是有嗎 欲言似乎 對不對 難道是有嗎 我不知道 是不是很痛 那何必還要是不是 是否 是否當然對 可是難道很通啊 再來 諸葛孔明者 沃龍也 將軍難道 願見他嗎 馬 馬就呼馬 他 在名詞 難道 難道就肯定嘛 你想見他是不是 那不是哪裡 難道會反問 好奇怪 這應該要寫信跟他去討論一下 難道應該是放在第二個詩意 在白話的語境比較通 這個我們真的給他寫一個意見 現在已經不管長短了 因為那個 Youtube現在不知道怎麼搞了 每次上傳 打開軟體他就 那個什麼 就 當機 那既然當機就 不傳了 我會比較累和苦 那大陸同胞看不到就沒辦法 你 你是說有反結疑問的語氣 你是說有反結疑問的語氣 推算你怪怪來推敲 推敲 推敲比較好 難道 應放在下一個 是否是不是 這個意的領域裡頭 這個意的領域裡頭 這個叫意域 這個意的領域裡頭 這個叫意域 這個意域中 此意域中 以之四讀所举之文吏 於白話也叫為通順 不正常 是否應於改定 上其 降佐 愛用者 聖守真正正佛 貴典起至四文宗 將南道放在第一意 未有反解反問心 然舊白話語境推敲 難道應放下 應放在下一個是否是 不是此於一宗教為華 何事 何事 反解反問之第一意 以 來詮釋 且以之四讀所舉之立句 以排話也叫為通順 正常 是否應於改定 上其降佐 詳細的斟酌 仔細斟酌 貴典起至 是 四讀文 將南道放在第一意 未有反解反問之一 然舊白話語境推敲 南道應放在下一個是否 是不是此欲義中 表示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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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肯定 這是否定 這個我還沒有重啟事物法 所以還知道 這是否定的語意 這是否定的語氣 這是肯定的語氣 未有反解反問 否定語意 否定語氣之意 然舊白話語境推銷 難道應放在下一個是否 是不是表示推測 肯定語意 此欲中 肯定語氣 此欲中交為何此 反解反問 第一 是否定語意 而反解反問之否定語氣 以哪裏來詮釋 使教竊合 且以之嗜讀所 舉之立舉 與百話也較為同順正常 是否應於改變生活 記錯 對不對 這個才是難道 剛剛不是 詩經正風 止步而思 你不想我道去從主嗎 你不想我思想嗎 難道 哪裡沒有其他的人啊 你不想我的話 沒有 或者我們白話應該反成 沒有你想我 你看道去從我 沒有你想我 難道 或者哪裡 難道沒有他人其實也可以 這裡難道可以 哪裡沒有其他人 可是哪裡更明確嗎 難道有點那個 那這裡 真生難道是殺人者 殘言三疾三母經 這當然難道就不是嘛 難道比較肯定 對不對 難道是殺人的 對不對 你看 者又是得 所以你會讀是不是很通啊 者就是得 那當然是得人 那真生難道是殺人的人 殘言三疾此母經 說他壞話的好幾次 三注意文學語言 好幾次 讓他母親聽到 道就是個極子 母親聽到的慈母就會害怕 這個道他的慈母的耳朵 這個道急就道嘛 來不急就來不到嘛 來到他的慈母的耳朵 聽到他的心裡 心裡就驚了 所以這應該是真生哪裡是殺人的人呢 可是呢 殘言如果 或得道去存祖的三疾殘言 就是好幾次 讓他母親聽到這些壞話 說他壞話 他母親也會受不了 會嚇到 會懷疑真的是殺人 所以還是哪裡比較好 哪裡怎麼 然後是否難道 其實難道是可以 可是啊 真要歸的話非要用 我說你兩個都難道 人家傻了分不清嘛 放在這個會比較好 總之是前面的是否定的 後面的是肯定的 比較肯定 對不對 家裡難道有淵世嗎 預言或是無對 難道有淵世的預言 是肯定有嗎 那前面都是否定 真生怎麼會殺人 那難道沒有別人嗎 就是哪裡沒有人 一定有別人嘛 前天下難道死光了 只有你這一個男人 對不對 那也是這樣 你看我隨便信守一兩本詩經耶 詩都讀得懂 你認知懂讀的方法 還怕他管他什麼白話文 你是不是都是白話文 除非有些比較難的 像雖然有名詞 我們前面講過對不對 像上書這一些 那是因為時代關係 隔閡太 太遠太深了 才會覺得喔 真的差很多 對啊 對啊 我們這還在播嗎 我們這還在播嗎 唉 好 回來 這裡就說 不是像你這樣 天之異名者 天基這裡就是天之天父 清廟就是跟別人 一般人不同 比較清高 廟就廟絕 比較不一樣 比較好的 超群的 哪裡能夠用 這樣 不急的事情 來煩我呢 對不對 來邀請我呢 所以這都是我嘛 就順便講一下 這出自什麼 你看我們沒有看 三中與朴秀來自 原來是王維的 唯摩節 西是我們 宗主 我非常喜歡王維 尤其知道他唯摩節 對我們都是做代家虛實 可是知道修行成就 他至少師 成就了師父 他修行有沒有成就不知道 可是我們一定要成就 他師上很有成就 我是國文教學解讀上 解讀上系上 尤其在方法論上 我想是全天下第一把交易 不是我們真的不是碰碰 根本也不想 是真的 也許我孤陋寡文 因為我們時間 你看我路 我也不可能再去看別人 絕大部分是看自己成長過程 過程 還有自己接觸到的這些 像有時候我聽到我學生講說 他的高中老師 我以前國文老師也是講這些 欸 可是畢竟也不算少 說真的 當然我抽問的 可能剛好問到幾個是這樣 那最好啊 希望是教對的那就好 那問題是 為什麼還要等到我來給你補 假如是這樣教 那你是不聽話 沒有接受他的教育 到現在程度還是那麼爛 我是應該找用心的話 再運用在生活上 常常去運用去想 那國文一事越來越好啊 拿對的方法事半而功倍嘛 家列據中的香字用法 何者不是代詞性助詞呢 狗富貴,胡香旺 這個狗寫錯了 狗是草字頭 這個是念禁 公禁的禁 左邊那個 他標準要念集 你不信你去查詞 這不是狗啊 我一看他沒有出頭 就知道他是錯字 草的話 你要不要再念集啊 不是狗啊 他應該是狗 如果富貴的話 不要忘記我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 鄉是我 或者不是代詞性助 當然是啊 尤其他是說代詞性助詞 是單相助 好言相勸 感謝你好言勸我 也是一樣是我 這很好 好言相勸對啊 也是代詞性助 你看生活多少文言文都沒注意 您可以寄 你看這個怎麼分白話文言 通的嘛 那你看更妙的是 你看他自己舉那麼多白話的例子 他還說什麼 這不是打著燈籠 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在中國的古文當中有幾個字很大說 那這是古文嗎 本線好言消全 這就不特殊 奇怪 你說這是不是成見害人 成見到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 不是嗎 什麼這古文咧才有咧 古文所以要學習 古文好難要學 一直逛說 像小孩子恐嚇小孩子 警察來要抓你 這長大都很討厭警察 小孩子都很討厭 奇怪警察得罪你 是不是類似的道理 千生我獨行不必相送 我想到的就只有這個 像是代詞信之後就不必送我 相送就送我 這個跟前面很像 他怕學生不懂再提一次 下列文記中請挑出意思 也是這種用法的 你看他也用文言文嘛 初題老師不是古人吧 這個折怎麼講 不得嗎 當然這個得像是我的同學生 都一直死背 不肯用心 是那麼苦口不見教你們 還是這樣死背 請挑出也是這種用法 的例句或的情形 對不對 絕對不是得人 不是記者死者作者 那時候是得人 這裡是得的什麼 要看上角的例句 的題號 對不對 都可以啊 這很好 這個我們可以做起來 也會做例句 這就是得 爺娘文女來 爸爸媽媽 爸就爺媽 媽就娘 聽到 女兒來了 你看單字想負責破了 什麼叫白話文言 全都是白話文嘛 明白了不都白話文化 出鍋相伏將 對不對 在摩蘭之裡 爸爸媽媽 聽到女兒來了 出城 相伏將 來囉 這裡是或 也是這種用法 就是代詞性助詞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主張的都是單相 那個女學生 我還記得是女兒 好像雀回一圈 這樣跟我講雙相也可以 她沒學好 除非這個 這都已經出考題了 假設有奇異真意的話 他怎麼敢這樣出 這個一定是互相 絕對不是來扶我 爸媽怎麼會來扶女兒 這不通嘛 對不對 只有晚輩長輩嘛 所以這應該是 出鍋 相扶江 出鍋 就互相 爸爸媽媽 互相參扶了 出城來接我 江是江池 我們說將軍就帶領嘛 所以他有守部的動作 帶什麼東西 這裡是帶著人 好像把小孩帶著身旁 那扶嘛 互相參扶 互相帶著 那父母互相帶 那同是天陽 輪惡相逢 我們互相相逢 我們互相相逢 何必成相識 這裡讓他互相囉 來了 完了 難道這個是 他是讀成 出城門來扶我嗎 太奇怪了 那這裡我為什麼不讀成扶我 因為 不合人情事理嘛 當然唯一可能是 女兒那麼久沒見辛勞了 終於回來出國 帶男兒出遠征 爸爸媽媽疼惜他 才扶他 很奇怪 女兒都是將軍 扶一個那麼健壯的女兒 很奇怪嘛 當然你說這是文缺語言的扶 不要讀他真的去參扶 就是觸擁他 或者 要來抱他 對不對 把他讀成報 出國來抱我 勉強還可以 因為假如答案只有一個的話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讀木蘭斯一下 木蘭斯有偉生說 這上下我們可以決定 到底哪個對 還是兩個答案都可以 因為 扶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爸爸媽媽扶女兒 這個很特別 對不對 相看兩不厭 唯有靜庭山 這還是互相看啊 所以我們讀的沒錯嘛 父母互相贏 他是說也是這種用法 所以答案只有一個 只有這個 沒錯 所以這裡是互相服 這裡互相逢 這裡是互相看 對不對 只有我和靜庭山兩個人 互相看 看不厭 只有 唯有就只有 靜庭山像陽明山這樣一個山的名字 相看就我和靜庭山互相看 兩個 他和我不是兩嗎 上和我都不會厭 他也不會嫌我 他這個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底白 他是不是獨作靜庭山 獨 他有某辦法沒有 被人家排擠 那靜庭山會不會討厭他 你不要來 李白我討厭你 趕走就好像他被朝中的小人排擠出來 所以他獨作靜庭山 你看 我光揪屍體和這兩句 你看講出多少意境 講出色打的深意 深刻的意涵在裡面 我都可以說是李白之極 你看月下獨者 你看有幾個人講那麼好 你可以逼逼看我 你看我就只看這幾個字耶 去比較人家答案 有沒有講到像我們這麼深刻的 所以九皇神功七星大人 你看三女人嘛 又獨 你看做到關鍵字嘛 七星大人裡頭不是有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獨 他為什麼自己一個人獨作 所以這都關鍵字嘛 可是沒有人陪他 他為什麼陪他回到二座 對不對 做者是幹什麼的 他被排擠了嘛 他只能獨作 那為什麼不厭 那一定有人討厭他 他才剩下獨 大家都不喜歡跟他相處 只有三不會討厭他 有多少人這樣好好讀 這前面有就不提了 好 圓滿阿彌陀佛 那下一節課的話 繼續 我們至少要到這個圍基百科這裡 順便了解一下住詞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沒想到這一節還不能解鎖 也好 學到不少 教學像老婆這樣學好 阿彌陀佛少少這些多念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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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